各位委員會,現在出席文9人與組法第115,請主席宣布開會 好,大家早,現在開會,請宣讀上次會議事錄 立法院第10屆第一會期司法及法制委員會第30次全體委員會議事錄 時間中華民國109年5月25日星期一,上午9時至12時57分 地點,紅樓302會議事,出席委員5人疫情等12人 列席委員邱委員顯治等16人,列席官員,法務部長蔡清祥等人 主席周遭局委員村里,報告事項 宣讀上次會議事錄,決定定定期處理,表決結果 在場出席委員6人,贊成者4人,贊成者多數通過 邀請法務部長列席就我國檢察人機關人力配置與工作附和進行專題報告 並被質詢,決定報告及巡談完畢 討論事項,審查委員周村里等20人,擬據中法官法第87條及第88條條文修正檔案 本次會議報告事項與討論事項綜合尋答 由委員5人疫情等17人提出質詢 決議 報告及尋找完畢,進行昨條審查 第87條第88條均照案通過 本案審查完畢,擬據審查報告提醒院會公決 不需交由黨團協商,院會討論時由周遭及委員村里出席說明 條次引述條文部分文字及法制用日用語 授權主席及議事人員整理 委員諮詢時要求提供相關資料或以書面答覆者 請相關機關警述送交個別委員及本委員會 宣讀完畢 好,請問各位委員上次的會議事錄有無錯誤或遺漏 沒有的話我們就宣告議事錄確定 現在在場的委員有我們柯建民總召 吳玉琴委員 那列席的官員有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副人事長蘇俊榮 主編人力處處長李玉慧 法務部政務次長蔡碧仲 檢察司副司長李豪松 司法院副秘書長葉立霞 刑事廳法官吳元耀 衛生福利部政務次長蘇立琼 心理及口腔健康司司長盛立忠 考試院第二組專門委員蔡憲偉 權勢部法規司副司長雷辰 財政部副稅署基徵行政組基徵法規及行政科科長蔡孟朱 內政部移民署入出國事務組副組長林怡俊 內政部警政署警察局副組長林延田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情報組副組長孫世亮 外交部領事事務局護照行政組組長林秀榮 今天與明天是兩天一次會 特別跟委員說明開會通知單元列議程中有四項提案 業進院會覆議 因此我們今天僅進行 一審查民進黨黨團擬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組織法 第一條及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 二審查委員中嘉賓等16人擬據行日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三繼續審查委員蔡易宇等20人擬據行日訴訟法第116條之二 第117條之一及第117條之二條文修正草案 本案前進109年5月13號本會第10屆第一會期第25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 現在進行提案說明與報告發言時間三分鐘 首先我們請提案人民進黨黨團代表柯總招說明 跟不過 謝謝 主席各位委員同仁 今天本席代表民進黨黨團提出人事總處指示法的修正案 是單一條文 那我們也知道 今天是世法法治委會 最後一次會議 和明天 那這個單一條文看起來 條文很簡單 那它首先設置憲政體制的問題 尤其考試院和人事總處之間的糾葛 甚至用憲法44條總統院去調整的錢都沒有辦法處理 那為什麼我這樣講呢 那今天又有一個 我們知道考試院長副院長以及考試委員的同意前行使 即將展開 這是一個縣政改造的工程 那在還沒有廢除考試院養院以前 當我們同意前要行使 那這個同意行使的時候 很湊巧 大概禮拜五就送到 會送到立委員來 所以立場糾葛的 今天是一個 立場很湊巧的一天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日子就是說 民國民國8月11年5月27號 就是今天 民國8月11年5月27號 第二次修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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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處理考試院和人事總處之間的前責問題 那第二次修憲的時候 今天我真的需要條文 第二條已經修了 就是考試院負責什麼 前戲保障 可以修補系而已 其他都是法制的事項 那第二次修憲以後 民國到目前為止 到目前為止 考試院和人事總處之間的糾葛都沒有停止過 所以很簡單 一個條文 它牽涉是一個 憲政體制的問題 憲政也有憲政衝突的問題 尤其立場的今天 民國8月11年5月27號 第二次修憲 那修憲完畢以後 民國8月20年 我進到立委員裡面 大家想一想 那時候 國安三法引發朝野重大衝突 在民國80年底的時候 國安三法 國安三法裡面 當然是有國安局組織法 國安會組織法 另外一個就是人事總處 人事訓練局的 今天人事訓練局的組織法 這個衝突 非常嚴重的衝突 引發到大關三四二的解釋 引發到大關三四二的解釋 那行政人事訓練局是甚麼時候成立的 是在民國56年 在民國56年的時候 整個憲法都被凍結的時代 衛生的時代 建議時期 人事行政人事訓練局 行政人事訓練局在民國56年 是成立的 但是呢 它的定位以及現往人事上都沒有出議 到81年 才處理掉 才處理掉 叫做行政人事行政局 101年的時候 101年的時候 整個組織法在修正 1990年組織法 修正 改為人事總處 就是今天人事總處 那人事總處和考試院之間的衝突 還是存在的 所以在去年12月10號 就是國際人權日 也是民導四周年的時候 我們修了兩個法 一個要監察院主持法 把監察院將來我們 變成一個人間區過 另外一個就是考試院主持法 今天這個法就是 那個法修了以後 後續要繼續修下去 因為那時候考試院主持法 考試院主持法 第一條是什麼 就是依照憲法89條 整一個組織法 那第二條裡面 他寫了一段 那機關的考試院業務 必須受考試院的監督 這個就很奇怪 憲政體制不一樣的憲政機關 竟然有被 有組織關係的存在了 就是考試院監督 行政院的 文總處的考試院業務 這是徹底 憲政體制上的衝突 而且是扣錢 是矛盾的 我們知道長年以來 在考試院裡面 雖然憲政院條件修了以後 八十年修了以後 但是考試院 在開委員會開任務的時候 都要行政院人士總處每桌去列席 並備執行 那這個很奇怪 那是不是 以後行政院可以請 市委員來列席 並備執行 這是嚴重縣陣衝突嘛 這是一直以來沒有解決的 所以在我們八十年 在青年十月十號的時候 然後我們把它修了 就把它劃掉了 考試院主持法第二條讓我劃掉了 最後一項 就是說 考試院對於各機關的情緒業務 有監督之前 劃掉了 那我們現在馬上要請考試院同意錢 考試院同意錢 禮拜五都送進來 所以在他們還沒進來以前 我們一些該處理的事情要處理 雖然是單一條 這意義何其重大 那這個修的時候 我們要看待 考試院主持法第二條這樣修 要進入一五修掉 第三條怎麼修 考試委員變成六年變四年 十九年變成七到九年 這是什麼 就是他讓考試委員 能夠按總統的問題卻一致 我們已經改革的時候 我們很多有關 我們要改革法案 碰到考試院 全部碰到這種衝突 那衝突當然隱含藍地的鬥爭 因為我們在 馬19時代的考試委員 要來審理 蔡英 喔 之前一轉 蔡英文總統的法案 當然 怪招連連 衝突連連 然後 互相對幹 然後 然後 前序部 考前部 與任總部 全部卡在中間 所以考試委員會 所以考試委員會 委員會 修成四年的時候 這個隱含一個很重要的意義 現在意義就是總統制 的意涵 總統全部的任命 把他這次馬上送進來 大家看得出來 然後這次的 這次的 當然我們尊重 總統的之前 所以等於今天 在這裡也要提示的就是說 我們為什麼在黨團 在這個時刻 在最後一天的時候 最後一次委員會的時候 即將行使同意前之前 我們這不是超前部署 已經到不得不處理的時刻了 所以要把 人事總署的主事法 的 後面那一項把它刪掉 人事總署 人家都不監督你了 你要讓人家監督 這什麼意思啊 民事總署你還說 考前業務要受 考試委員監督 考試委員主事法已經化掉了 不會給你幹董 你還要給他監督 這是 這是 這個很簡單的邏輯 所以這一項一定要修 我們在這裡重申 未來 消費期 我們一定會碰到 當然我們今天 政策委員在這裡 包括多數民委員 我們黨團團團員都在這裡 包括宗教兵 我們為了考試委員主事法 這個限制的修正 的調整 因為未來我們要如何面對 憲政衝突 我剛才講 這個不是總統的 是現往事實上 燕京橋以前可以處理的 要全部以來修正 包括未來 可能包括考試委員 考試委員 主事法 考試委員主事法 同修 甚至公務能員保障 保障及訓練 保訓會 這很奇怪 訓練是不是屬於考試院 憲法沒有這樣講 所以保訓會在 因為時代所成立 保障及訓練 這是常常發生的 人事總署 和文化學研究室 都要好好看待 所以今天這個條文 是 看起來非常 親中之親 反面來講 是重中之重 所以他是一個非常槓桿的 槓桿的角色 是單一條文 而且時間太臭小 這個周中議委員 有神難之筆 在歷史上 今天 第二次修憲的時候 527的時候 今天來審查 這個法案 這個是有 安排的 保障總署安排 那周委員 我不知道他 從哪裡 給他啟示 這個智慧 大家好好看待 歷史上今天 我們今天 怎麼立法案 如何來表現 好不好 好 謝謝柯總長 我們會記取 歷史上的今天 好 接下來我們請行政院 人事行政總處 胡蘇副人事長報告 好 主席各位委員 女士先生 今天很榮幸 邀請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組織法第一條 及第二條修正草案 代表總處 來進行報告 108年12月10號 大院第九屆 第八會期 第十三次會議 結議 考試院的組織法 第二條修正為 考試院長理 憲法徵修條文 第六條 第一項 鎖定四項 及憲法 所 互以之前 刪除該院 對各機關執行有關 考前業務 並有監督之前 並以 109年1月8日經 總統公佈施行 至於考試院指示法 也刪除該院 對各機關執行 考前業務是監督前 大院民主進步黨黨團 本次提案刪除 本總處指示法第一條 第二項 總處有關考協業務 並受考試院之監督 至規定 並以第六條 整列第二項 本條文修正條文至公佈日施行 本總處支持 指揮修正 以上報告 以及 機器審查 委員參與 等二十人凝聚 刑事訴訟法 第116條之二 第117條之一 及第117條之二 條文修正草案 本院奉邀列席報告 深感濃性 知報告如下 盡情指教 第一大部分 關於委員 中嘉賓等於16人 擬聚刑事訴訟法部分 條文修正草案部分 在草案第121條之一 第121條之二 第404條 及416條 新增了暫時安置處分 及相關的準用 與救濟的規定 那本院認為 暫時安置與積壓 是有 是不同的 將暫時安置的規定 放在刑事訴訟法 第一篇第10章 被告之積壓章中 體力上是否妥事 監情審慎的來斟酌 第二 對於有刑法第19條 第一項或第二項的原因 他的情狀 主認為有在犯或危害 公共安全之餘 而應付監護的人 那依照現行保安處分執行法 第四條第二項第三項的規定 法院現在本來就可以在判決前 先以裁定來先告肩負 或者在偵查中 法院也可以依檢察官的申請 來裁定肩負 而且依照同條第五項的規定 抗告那也沒有停止執行的效率 那至於就先判 就判決先告肩負者 能否一併在判決確定前來執行 那也可以在刑事訴訟法 研議修正 那讓他完備 如果在監護先告及監護執行機制外 又來增設暫時的制度 是不是會產生汗隔 盡情斟酌 第三 草案第121條之一第一項規定 暫時安置處分的執行地點 是司法精神病院或其他相當處所 那關於司法精神病院 是不是已經建制完成呢 那事關這個暫時安置處分制度的一個核心 那又所謂的其他相當的處所呢 那以肩負的執行是不是相同的設施 那也盡情釐清 那第二部分關於草案第121條之三的部分 這部分呢是規定法院認為被告同時有符合拘押 以暫時安健的要件 可以並為來做羈押 以暫時安置的這個強制處分 但是呢 既然在羈押中精神疾病者有醫療的機制 如果再增設並為羈押跟暫時安置的制度 是不是會有重疊或有漢格也盡情再斟酌 那關於羈押跟暫時安置 在如果這樣修法的話 兩者呢會有交錯執行 還有停止執行還有期間的計算 它的規範內容非常複雜 恐怕會大幅提升有一些誤算或者誤押的風險 自身自愛 那而且呢 如果受羈押跟暫時安置 兩種激素人身自由處分的加倍執行 那在維護被告權益 以符合身心障礙者權力公約的精神 那是否有違背呢也請再斟酌 那至於今天記憶審查委員參議等二十年 您進行刑事訴訟法第116條之二 117條之一 及117條之二部分 條文的修正草案部分呢 那盡情參院本院 在本月十三日過委員會 第25次前提委員會議所提出的書面報告 以上報告 敬請各位委員指教 謝謝 好 謝謝 嘉賓委員等一下我們再請你說明 我們先請法務部蔡次長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先生 今天奉要列席 答應來有關就有關審查委員 中嘉賓等十六人 擬據之刑事訴訟法部分修正草案 疑案 那這個草案是參著德國立法律 在刑事訴訟法 新增暫時安置處分及相關權力之規定 就於偵查審判過程中 如果發現被告可能有精神障礙 或其他性質缺陷 應縮容於適當處所治療 及預防其對社會安全之危害 未妥事完整之規範 較符合立法體力 這個修法的方向應值贊同 第二 繼續審查委員猜疑等二人擬據 詢訴訴訟法第116條至2 117條至1及117條至2條的修正草案 疑案 被告未遭限制出境出海時 如果個案上要打防逃目的 能應付以檢察官或法官 一支聚保折戶 限制住居時 使能搭配第一款也就是在指定的機關報道 第五款不得離開一定區域 第六款交互護照 履行文件之附水處分彈性應用 若僅限定預知限制出境出海時 使能搭配第一、第五、第六款 將使得未達限制出境出海程度之被告 能被預知限制出境出海 是否有利被告潛意志維護 尚請貴文會再加研卓 那對於委員、創家賓等16人提案 在刑述增定暫時安置處分這個修正方向 本部竟表贊同 但尚需檢視食物能力、物力等相關配套措施 是否足以因應 那對於委員猜疑等20人 已拒之修正草案 本部表示尊重 但是是否限定預知限制出境出海的時候 才可以搭配應遵守事項之條款 尚請貴文會再加研卓 謝謝 好,謝謝法務部蔡次長 接下來我們請提案人中嘉賓委員說明 主席,我想帶回病同尋答的時候 一併來做詢問就好 好,謝謝中委員 器官代表已報告完畢 現在進行尋答 本會委員發言時間八分鐘 必要時的延長兩分鐘 非本會委員發言時間五分鐘 並不再延長 今天上午10點30分截止發言登記 我們請登記第一位 吳玉琴委員發言 謝謝主席 今天剛好人事總處有來 所以我有一些人事的議題 要來跟人事總處這邊來做個討論 那這兩天我們都一直在談人力 禮拜一 我們 蔡部長來的時候 我們也在談檢察官的人力 那一年108年的案件有到238萬件 那有1409個檢察官 所以我們看到整個檢察官的人力 這個負荷非常沉重 一個人一年要1780人 好的一個案件的負荷 非常沉重 那看起來這個問題也是 需要法務部跟人事總處這邊來協助 那禮拜一也跟財政委員會聯席 那審計部對107年的報告也提到了 這個有關介護人力長期不足 所以也提出了一些提醒 因為我們介護人力是1比11 那新加坡是1比6 那日本跟英國大概1比3 所以他也提出這些介護人力的長期負荷不沉重 這個也是一個應該要做一些檢視的 這都跟整個司法改革 或者是在人力的配置上都有相關的議題 那今天我要特別鎖定在專業人員的部分 這個也是我在上一次已經問過華務部 那那時候我在關心的是 在絞證署裡面所配置的絞證專業人員 這個臨床心理師跟社工師的人力配置 以現在來講大概都在80、81左右 但是這個工作量大概都1比1500左右 這個心理師的部分 社工師大概1比1700左右 這個負荷量都還蠻高的 那從絲改國事會議裡面都一直強調說 這些人力要補充到 希望人力可以降到1比300 這個目標當然 可是這個目標當然 人事總處也打槍過了 希望也是要整個絞證署要提出所謂的 預政改革藍圖 那才能讓這個所謂人事的一個配置 可以比較完整 那我不知道 我還是先請蔡次長 那個 預政改革藍圖或是人力的部分配置 不曉得有沒有提出來的 因為這也是絲改國事會議裡面 一直希望能夠提出來的一個政策 非常感謝委員的指教 我們剛好在這個昨天 有到這個監察院 也是就這個臨床心理師跟社會工作人員 這部分用這個勞務承攬的方式 是 那麼這個低線的工作人員認為 這樣的一個特殊專業的工作 那麼用這種所謂的勞務承攬 那麼牽涉到第一個 所謂的這個假承攬真僱傭 或者是其他的這樣的一個衍生的問題 那麼提出諸多的一個教的一些方案 那這一部分我們就誘於這個人力的配置 剛剛委員也有說明到 那事實上這一部分應該在目前來講 那麼人力配置這個還沒有到位之前 那麼有關那個勞務承攬企業 就是要再精進 也就是說不能讓他有所謂的真承攬假 假承攬真僱傭的這種現象發生 是 次長等一下這個部分我會再詳細跟您請教 我知道禮拜一 監察業有請了非常多的部會去做了相關的一個詢問 那我想我還是要先回到人事總處這邊 我想那個蔡蘇富人事長 在我們當初在推這個派遣歸零的時候 人事總處其實有表示說 應該派遣員 這些派遣員應該改由機關自行雇用 請問這些機關在不在總員額裡面的 總員額法裡面的員額呢 在派遣裡面 我們要派遣歸零這個政策 現在就是派遣歸零的部分 大概我們第一個就優先檢討 這一項派遣業務的需要性 如果真的需要的話就以自顧為主 那現在經過這兩年 因為我們已經很清楚的 明年要到齊了 就到年底 就到今年年底 年底就到齊 這個就是一個政策 而且相關部會執行的績效也都非常好 所以我想年底前 應該不在原額內是一個臨時營利 不在原額內 來下一個 我來看一下 這是你們自己 這是在107年的一個 就是勞動派遣的實施計畫裡面 你們派遣歸零 大概也蠻寧定的一些 所謂的項目嘛 電話總機啦 清潔啦 檔案管理啦 駕駛啦 電腦維修啦 公務傳遞資料的登錄 或油氣場所的民眾服務 大概都可以 所謂的勞務承攬 就是這些都大概就 要用勞務承攬 而不是用派遣的方式 那你也特別在說 會必要的時候 盡量避免跟自然人 成立這個勞務關係 那這是不是就確定了 這八大象就可以 委外勞務承攬 而且是以機關 或是機構團體為主 報告委員 那個 基本上我們定義的 這個八個工作項目 基本上是用 勞動派遣的 這種觀念去執行 你就清潔了 因為 你不用去那支援嘛 不用指揮 檢查那效果就好了 你就是 我告訴你約束 你什麼事情做得好 這樣就可以了 很清楚 成果可檢驗 然後他把它做完就好了 所以這個勞務承攬 或是整個委外出去 是沒有問題 所以你們把八大類都 未來就是可以委外 這不是在 所謂派遣歸零的 這個要求裡面 好 但是哪些 就不適合派 所謂的 所謂的 勞務的一個承攬 或是所謂的 這個委外 的方式嘛 像專業 專業人員的部分 有一部分 就是說 你如果 只要牽涉到 你有要指揮 你要叫他做社會 是 有指揮權 對 要求承攬 你就要自己請 好 那自安人的 你們這邊又特別寫說 盡量避免自安人 成立這個承攬企業 他的要求 為什麼要做這樣的要求 因為自安人 說真的 就比如剛才委員 也特別提到 有一些社公司 心理師 在比較偏僻的地方 你要由整個公司 來提供這樣的服務 有時候 不好找人 所以我也是用自安人來 但是那個自安人 現在法務部 他內部也在檢討 因為相關的條件 一定 沒有你健保 健保 都要自己負擔 都沒有 都要自己負擔 那不公平 是 這個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最近監察院 會特別 這樣子 來跟各部會來做討論 我們這邊也接到一些 社工跟心理師的一個反應 那接下來 要來請問法務部的部分 就是 最近的人力 我先釐清一下 因為104年裡面 其實 臨床心理師跟社公司的 原額原來是說到380名 但106年你們的報告裡面 又幾到299人 那107年又變成199人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是人力越來越精簡 還是工作量減少 還是說因為沒有預算 市長你知道嗎 因為從你的那個 我從施改的這個會議裡面 這樣追蹤下來 你們每年大概少 一直在減少 這個我們 感謝委員 能夠 讓我們有機會 來 來就這個整個 包括人力啊 是不是因為 人力的 配置問題 或是預算不足的 這個我們會後悔 馬上我們會拒報 好 因為在報告裡面 特別提到108年會用勞務承攬 有66名 這剛剛也是 市長在談的監察院在關心的事情 來下一頁 這就是我去上網去搜尋 108年的5月底 大概就是宜蘭的監獄 也是由自然人來承攬 這個社工的業務 那來下一個 109年 也是由自然人 這是3月份 那你可以看得出來 你在招 在招標承攬的時候 都交給自然人 因為可能找不到人 那可能也需要一個人 可能啦 那變成自然人來承攬 那薪水啦 或是這個勞務啊 全部他要自己負擔 勞健保 通通都自己負擔 其實看得出來 沒有人要 可能沒有人要來標啦 對 就成為我們剛剛 蘇富作他講的 就是 盡量要避免自然人來承攬 來承攬 因為就是因為自然人承攬 所以才會發生 後面的這些第一線工作人員 所以這政策就要來檢視啦 因為真的自然人承攬 真的沒有保障 然後你每年都在做這樣的招標 你看都從5月 從3月 那請問你前5個月都不用工作了 你後面前3個月都不用工作了嗎 那到今年去年招了可能66個人 那今年要再招又重來 你留任的才是留下33個人 其實今年都要重新再來 所以這一個問題真的還蠻嚴重 其實心理師跟社公司都專業是需要關係建立 你如果是常常這樣換人 沒有人 沒有壽型人會跟你建立關係的啦 跟我們報告就是說 我在跟第一線的我們聽了以後 我們就是非常的同理他們的困境 那我們也提出了一個說 我們就現有的資源 我們一定會積極的改善 但是我們同時也跟他們分享說 其實依目前來講 他們都認為說你如果沒有準備好 你就不要做 但是事實上 有這些社工心理啊 在我們的堅守高牆裡面 事實上是非常需要的 非常必要對不對 來 市長 直接給你建議啦 因為我們在這個教育部 在107年有定了一個 高級中學以下各主管機關 專業輔導人員設置辦法 它的設置辦法用的是什麼 一個中學區設一個輔導人員 那個輔導人員有諮商心理師 臨床心理師跟社工師 那這個部分 七個人又有一個督導 那它的一個條文裡面 第五條是說 它不受行政院聘僱員額 不超過機關預算總員額 百分之五的限制 也就是說它可以是用臨時約聘僱的人員 那穩定的來聘僱 我覺得這部分可能是 我們要共同來努力的是 把人力的一個藍圖架構好之後 可能要跟人事總處 跟所謂的這個 主計總處那邊 爭取預算跟員額 那這個員額是在 這個總員額之外的員額 所以我建議好不好 一切努力 不然我覺得這個 你那個勞務委託 我覺得未來 還是沒有人會來 而且是 會看到成效不好 又怪到說 專業的這個成效不好 這個是一個惡性循環 好不好 謝謝 謝謝主席 好謝謝 吳玉琴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 吳一丁委員發言 謝謝主席 請衛福部次長 還有新口市長 謝謝 次長好 請坐就好 那個我們 總總在520的就職 他有提到 要強化台灣的社會安全網 那我們其實下一頁 我們可以看到在2018年 我們失覺失調症 準失覺失調以及妄想性的疾病 這個是在我們健保費用的 呃 第11名用費 呃 用的金錢 那其中呢 就有一年就有 13萬5千人來就醫 這還是蠻大的一個比例 那其實在 下一頁 在這中間呢 有很大一個比例 他們是拿重大傷病卡的 所以他們這個比例 呃 跟其他的 呃 疾病來比較起來 是相對的高的 其中大概有10萬 呃 人是拿 重大傷病卡的 在視覺失調症 這一方面 那其 呃 在三種的精神科醫師 黃山元醫師 他就有估計 視覺失調這種精神疾病 在世界各地 大約每100個人 就會有一個人罹患 我們可以想像 這其實大概就是 呃 我們社會安全網 漏洞的一個呃 潛在的黑數所在 那 再看下一頁 我們可以看到 呃 這個 強制住院 這個數字 在2017 呃 sorry 2007年的時候 突然大幅的下降 那其實2007年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我們的精神衛生法修訂 那精神衛生法它修訂之後 它其實是大幅的提升強制就醫的門檻 呃 我不知道市長是不是同意這樣子 因為我們知道這些人 他持續就醫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呃 當醫療單位發現這個人有需要持續就醫的話 要不然它很有可能會傷害自己 或甚至是去傷害別人 就是我們所謂的呃 社會安全網的漏洞 那但是在這個呃 精神衛生法通過之後呢 我想請市長幫我解釋一下 他的流程是怎樣 當呃 醫生發現有這個個案的時候 他應該如何通報給審查會 或心口市長請你們兩個看些比較清楚 謝謝 呃 謝謝委員關心這個議題 呃 我想這個強制住院這個事情 當年在2007 08 那時候所以為什麼要做 精神衛生法的修訂 把整個強制住院的門檻拉高 原因是當時有出現一個現象 就是說 在強制住院有被濫用的現象 也就是說有人權的 呃 呃 危害的一些現象出來 也就是說可能家人跟醫療院所兩邊 縮好就把病人給送進去了 那 呃 通常沒有經過一定的 非常嚴謹的程序 那我好奇一下 現在的審查會啊 就是說 OK 醫生他發現這個個案 他是要通報為伏父的審查會嗎 還是 現在是這樣子 現在的做法是醫生發現個案之後 兩位醫生鑑定 都認為這個個案需要住院治療 所以假設說 他呃 這位病人先來看 找我A醫生 他B A醫生必須要呃 請他再去找B醫生 不是 其實因為通常能夠收住院的醫院 都不只一位醫生 他只要進來 這位醫生 他認為需要 他可以先把他留下來 然後再找另外一位醫生來 來看一下 這樣就有兩位醫生可以做鑑定 那鑑定完之後 如果兩位都認為有必要 可是當事人又拒絕 就是自願住院的話 才交經過審查 這時候才進入審查會 這時候才進入審查會 那審查會是衛福部在委託精神醫學會 在台灣北邊跟南部 台北跟南部各設一個審查會 請問這審查會的成員有幾 成員會一共有七大成員 北邊有五 主要的是五種專業 精神科醫師 精神科護理師 精神科社工 精神科心理師 精神科職人治療師 另外再加上法律代表 那請問一下他們是多久開一次會 或者是一有案件來 每天 原則上每天都會開 對 原則上每天都會開 不會 所以 可是如果說 當事人還是提出對這個審 這個審查的抗告的話 法院還是可以讓他這個審查失少 是這樣子嗎 是的 是的 你認為啦 依你實際的經驗 是不是因為這樣子 層層的關卡 讓這些現場的醫生 他們送交 就是提出強制就醫 這個意願就降低了許多 還是說在 因為晨晨關卡之後 少掉的件數就很多了 是 確實因為這樣子關卡之後少掉很多 那大家看數字上非常明顯 那也確實是 我覺得一些濫用的減少了 但是我們 確實我們把條件設的蠻高的 那這個條件說高其實也是 全世界大家都是用這樣的一個標準 基本上就是有 洗性精神病的狀態 又合併智商商人 大概都是用這樣的一個條件 實際上我建議啊 我們應該做一下調查 就是說OK 到底是哪一個階段三調的人 比如說我們現在看到 有10萬是領重大的傷病卡的 那這10萬裡面 以前呢 有多少百分比是會被 強制住院 我們從強制住院加強制社區治療 因為社區治療比較少 我們可以從強制住院那邊來看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 醫生他再會請另外一個醫生來 他的那個數目從 2007年跟2008年 這個數字我們可以來比較一下 然後再來看說他送交這個審查會之後 審查會通過決定答應他強制住院 這個又降到多少 我們才知道說 我們到底是哪一個關卡太嚴格了 因為 應該是這樣 所有東西你不能 不能只是零或一 我們需要做漸進式的 不能因為說 OK我們當然是希望 不要有被誤判的 強制治療的 但是我們也不希望 因此更多的病患 他需要長期接受治療 但是因為這樣子的一個制度 讓他沒有接受治療 造成他對自己或甚至對他人 對整個社會安全的傷害 所以可不可以把這些資料準備一下 對醫生來講會造成一些 是很大的負擔 對 那這個是有 那除此之外 最主要是那個 所謂的標準的問題 那因為裡面我們 智商商人 我們還有一條是 智商商人之餘 就餘犯 擔心有智商商人 這個 這個法雖然我們定的很有彈性 可是在執行面的時候 智商商人之餘很難認定 因此讓第一線的同仁呢 第一線不管是警察也好 或者醫院同仁也好 很難去用一個很模糊的概念去 所以說這個人有可能會智商商人 市長我好奇的是 最近大家關切的這個殺警案 是 這一位 這位患者 他之前 我們知道他之前有就醫的紀錄 那請問一下 之前我們有沒有看到 他的醫師 把他送強制就醫的這個動作呢 前面沒有 前面沒有 他也沒有要求其他醫生來回 也沒有 所以那時候當時的醫生不認為 那我們有沒有去看他的那個 就診的紀錄 我們有請當地衛生局去回顧他的資料 可以說他前面是配合治療的 所以沒有問題 他從民國90 我記得是94年開始就接受治療 一直到106年 他中間配合醫療 所以他整個也都還算穩定 也都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後來把藥停掉了 所以確實就是他配合治療的時候 醫生也不覺得他有任何的危險 OK 那接下來我再請問一下 我們其實全國有4萬多張的精神 病床可以做精神的治療 請問一下他的使用率有多高 我跟委員報告 我們4萬多張裡面大概 有治療性的大概2萬張 2萬1千張 7千張是急性 另外1萬3千多張是慢性 這兩個是有治療作用的 症床率 急性的大概都在8成5到9成之間 8成5 對 慢性的幾乎都9成9成5 所以使用率非常的高 是 那你覺得這會是醫生考慮 是不是讓患者強制住院的一個考量之一呢 是 跟委員報告 其實是這樣的 通常因為強制住院的程序 畢竟要經過我們的程序 還要經過審核 所以醫生大部分的做法都會勸這個病人說 哎呀你就進來住院吧 就靠著他跟他的治療關係 就去勸這個病人不要用強制 OK 那這其實這樣也是好的啦 那我好奇的是醫療費用方面呢 因為這個其實 有關於說你要他住院 那費用怎麼辦呢 跟委員報告 其實本來我們在台灣的精神醫療的住院 除了伙食費以外 其實他全部都是健保出的 所以跟一般的健保一般的住院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 是我們全部出的 OK好謝謝 好謝謝吳壹丁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鄭韻彭委員發言 主席各位首長各位同仁大家好 首先在我進行詢答之前 我要代表民進黨黨團 先對於今天議程有部分的委員的提案 那因為複議的關係 沒有辦法進入今天的審查 表示非常的遺憾 那這幾個提案裡面是有關於刑法 然後跟刑事訴訟法的修正案 那這個修正案的內容其實很清楚啊 在今天的議程裡面 有可能代表著說 對於這些精神病的患者 精神疾病的患者 那在觸犯了刑法之後 那在程序裡面 我們到底要走哪一條路 暫時安置的這條路 還是保安處分這條路 可以做一個討論配套跟選擇 那這是有緊急時效性的 而且跟人權有關的 完全跟政治政黨完全無關 那昨天議員會的議程裡面 有在黨的黨團 把它拉下來複議 那不是政治的因素 政治因素大家就認了 那這樣的做法以後 如果造成惡性循環 對立法院的意識處理也不好 那如果今天這個 像今天在這個討論裡面 如果有受害者家屬 或相關的人權團體 那提出質疑 說我們立法院有怎麼這樣做 我相信這個不是一個健康的意識環境 所以我代表民進黨立法院黨團 在這邊表達對這個複議表達非常遺憾 那當然複議是法定上面的議事程序 我們也尊重 但是我希望說以後這種狀況不要再發生 好 那所以我們今天來談一下 這個 就其實這些案件已經討論了兩三個禮拜了 都是因為交通鐵路警察這個案子之後 那無罪的判決之後所產生的 那不過我現在看起來這幾個修法的方式 都是事後的補救 進入司法程序了犯案之後的補救 那在我看起來 事後的補救不管走哪一個方向 不管走檢察官的法院的 然後什麼暫時安置 保安處分 或者什麼其他的 對於國人來說 他覺得那是你今後的事情 你要怎麼做我都大概都沒有意見 你只要讓我覺得安全就好 但是事後的補救真的就可以 這就真的可以滿足到社會的需求嗎 雖然大家都不願意看到有下一個案件 可是下一個案件發生的時候我覺得都一樣嘛 因為他發生了 他發生我告訴你說他這個人可以永久進入精神 那個司法精神病院 然後去讓他關一輩子 這是國人要的嗎?不是嘛 大家希望說不要發生 不要發生 那怎麼做不要發生 剛才無一丁委員的數據 對於那些強制就醫 強制住院 這些有一些數據的提供 大家應該也聽到 那剛才那個司長 盛司長有講說 之前的那些有被強制就醫 強制住院有被濫用的 有被濫用的疑慮啦 所以做了一些調整 不過我必須要講啊 當民意代表 我在委員會有講了 各級民意代表現在立法院周邊 你們應該都很清楚啊 常常有精神病患 甚至是天天有 甚至假日的時候 我進來辦公室都有 卡電話禮拜 在美國的白宮 在日本的永田町都有啦 那這些有的有病死 有的有救救 有的沒有 所以我先舉一個 兩個禮拜前 我在委員會有講過的這個 軟綜合醫院身心科主任 胡主任他的說法 就是說在這個 他講的是視覺失調症 在全球的統計 盛行率是1% 台灣是0.4% 這個數據司長有沒有錯 沒有錯對不對 這個數據我在第六屆 15年前當地委員的時候 我就知道了 那司長您認為是 台灣我們的基因比較好 視覺失調症 精神分裂症的人數是比較少 還是我們黑數比較多 市長您可不可以說明一下 卻躺起來比較多 還是說我們真的是比較健康 這不是傳染病 公委員報告 公委員報告 其實這個數字 並不是臨床的數字 他是經過研究調查的 去用流行病學調查方法 調查出來的 那所以這個 視覺失調症 基本上是一個 基因遺產導致的疾病 那全世界1% 這是我們一般的 common sense 的說法 那並不是一個非常嚴謹的說法 1% 我們年輕的時候 當醫生的時候 學也是學1% 可是後來實際台灣去做調查 發現只有0.4% 所以你認為全世界應該是0.4% 不一定 跟委員報告 其實去看每一個國家都不一樣 還是有一點點差異性 台灣偏低 台灣這個0.4%可能是偏低 所以我們有黑數 可是黑數有沒有到50% 不知道 那麼高大概沒有 所以不是1比0.4的關係 所以說我們可能有0.6好了 然後有0.2的沒有去就醫 那沒有去就醫的原因是什麼 市長應該很清楚 是跟委員報告 其實這點有沒有0.2都純意 沒關係就是有黑數 是有黑數是一定有 跟委員報告 美國的這個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精神科教授來台灣 拜訪我們的時候 我們跟他談 他說奇怪你們怎麼台北都沒有看到到處是精神病人 他說你走到美國紐約或者是華盛頓 滿街都可以看到有精神病人到處是變成遊民或到處走 我說因為我們治療得比較好 那說是這麼說 但是其實意思就是說 其實我們大部分的病人都接受治療了 大部分 可能有一些少部分他沒有病逝感 他不願意出來接受治療 可能有 但是確實沒有看到 我想各位委員也可以有這個經驗 在30年前大家在路上可能會走一走就會碰到有自言自語 傻笑的這種病人 可是現在看不太到了 原因是什麼 因為其實現在醫療進步 大部分都接受治療了 好 市長 既然有黑數都接受治療 那就沒黑數嘛 對不對 我想跟你們是相反嗎 這個不是零跟一一的選擇 一定會有小部分的黑數 市長我要跟你談是說 這個 台語叫麻吃麻不食 食吃不禮麻 所以你隱瞞也沒有用 因為我們都遇到 有些人我們直接去問他們 找到家屬去問 你這個家屬是不是有狀況 是 藏起來 因為我們以前叫小的 會怕 有的有辦法工作 因為他不是隨時都發作 這個也沒有錯 那有的甚至 我講得很白 有的進入公職 教育體系都有 21年前我舉的那個殺警案 他就是有病史 不是殺警案 那個獄山 那個國家警察 獄山國家警隊的那個員警 在非執行之間去殺人 殺了一個學生 他就是有病史 進入公職體系裡面 那家人為了要保障他的權益 以後 有時候要嚇壞了 如果你現在 剛才市長你所講的 那個可能是遺傳的問題的話 還比較怕的 讓他們知道 大家以後不敢跟你結婚 就會這樣歧視嘛 所以不就醫的有 就醫的我們就不談了啦 就醫是不是強制住人就不談 這不就醫的狀況之下 他沒有 他可能沒有病史感 家屬阻止他去就醫 那 所以造成說 萬一他發作的時候 然後 那一次有暴力形象的時候 就會發生這個社會安全 這個沒有錯嘛 原則上沒有錯 那如果照這個循環的話 我們今天不管怎麼修法所處理 就是 發生事情 後面再處理 那你根本防治不了前面 因為有被藏起來的啊 有被藏起來 所以就沒有辦法阻止前端 所以我比較在意的是前端 你如何讓那些黑術的家人 你沒辦法說服本人 因為他自己就沒有病史感 他就是不愛 他也希望保住這個工作 或他希望去學校上學 接觸人群 所以有些喜歡接觸人群的 他的家屬就放著讓他去參加集會遊行 就去民意機關這邊走來走去 然後他有那個被迫害妄想證 他有幻聽 都有 這都不用騙 我們就怕他發生事情 但是你卻認為說 之前的那個精神衛生法的第15條 跟45條 有可能被濫用 所以限制很緊 那萬一發生事情的時候 就回過頭來 這次的那個台鐵殺情案 這個重複了嘛 所以這一段我一直不認為說 以我看起來過去的案例 也不是法務部的問題 也不是司法院的問題 也不是法條的問題 之前 那個國家警察21年前的那個案子 當時就直接 在那個審判定業之前 檢察官就已經 他就已經送強制治療了 那時候就有強制治療了 所以那時候無罪判決的時候 沒有像現在 大家那麼 大家的那個 華然的那個程度 社會的質疑那麼高 那這一次是因為 檢察官跟法官就沒有 以前你們就沒有處理啊 你們就沒有辦法 在那個處置之下 你就說去送 去送那個 強制處分啊 類似這一種 你沒有 這所以會變成說 你無罪的時候會覺得 有爬爬燥 現在才要修法去 修法去補這個破洞 但是這個就是破洞 所以前面那個黑樹 如何透過很長期的教育 我們都有可能遇到這種家屬 我們有可能是患者的家長 我們願意去送醫 不用最後到司法精神病院 那個才是治本之道啊 在這個部分 總統就直言說沒有提的那麼清楚 但是很清楚的是 總統沒有把這個部分的社會安全網 放在司法改革的體系裡面 前端要做 今天講的是後端 所以這個觀念比較重要 我覺得衛福部的工作 比今天司法院的法務部的工作多很多啦 台灣有很多觀念其實是扭曲的 倒果為因那個 然後也不符合普世的趨向啦 我舉個例來說鞭刑 主席再借我一分鐘 這個我講這個也很逆風啊 大家說對性侵犯鞭刑好像有用 其實沒有用啦 如果你以懲罰 報復主義啊開始有用 打下去很爽的 他很痛的啊 大家看新加坡那樣子 覺得很爽 反正自己覺得自己不會是 這個加害人 但是他自己有可能 每個人都有可能變成冤枉的 被打兩邊的 那如果你真的要防治性侵害 用鞭刑的話 我的理論是這樣 每個人在成年之前 男人先打一邊再說 告訴他如果你吸毒 如果你性侵害 你就會被打這一邊 很痛的對不對 你以後就不敢犯了嘛 這樣不是比較 不是比較一勞永逸嗎 以後完全沒有性侵犯 是這樣嗎 絕對不是這樣嘛 有些是精神問題 那有些是其他的狀況 所以我們對於這種處分喔 我們現在其實如果 把這個精神病犯的刑案之後的安置 當作是懲罰精神病患 法律可能判不中 法律可能判無罪 當作是把它關一輩子的 另外一種監獄的手段的話 這個是很有問題的 所以前置啦 真的我想衛福部也要幫忙一下 前端讓這些黑數降低 讓大家願意把它接受 譬如說被那個精神衛生法裡面的那些 那個強制鑑定啦 就是這一種的 把它處理在前面 不要走到關一輩子 我保證啦 像這種以後的精神病患被判 不管是判有罪無罪 只要是他是這個狀況 有暴力傾向的 那裡面關一輩子不出來啦 那就是無期徒刑啦 把它關在精神病院裡面 無期徒刑 以後沒有一個醫生敢放他出來 我跟妳保證 這樣子做真的對嗎 好不好 這個法案大家考慮看看 雖然是符合社會期待有緊急性 但是這樣子做 真的可以解決問題嗎 這個我很懷疑 好 謝謝市長 好 主席程序發言 我只要30秒 是不是讓我跟他謝謝他的那個 好 謝謝不好意思 謝謝建英鵬委員的發言 來 鄭麗文委員 謝謝主席喔 主要是因為剛剛鄭文 委員喔 誤會很深喔 曾孕鵬委員誤會很深喔 國民黨為什麼對於今天的一些議程 提出複議的原因 不是因為我們不重視 正是因為我們很多委員都很重視喔 但同樣的修法 本黨有很多委員都提出修法的提案 但是並沒有排入議程 所以我們是希望 就是不要大小眼啦 就是通通都要排進去 大家一起排 就是這麼簡單而已 所以說 剛剛鄭委員妳誤會了 謝謝 好 鄭月鵬委員 那個都姓鄭齁 理由我尊重啦 大家就各自解讀啦 但是我很強烈的希望以後這種狀況不要發生 好 謝謝 來 接下來我們請劉士芳委員發言 謝謝主席喔 好 我要在詢問那個人事行政總處之前 我先來請教一下蔡政次喔 這兩天呢我們看到本院的委員 傅崑奇委員他代職入監喔 那聽說他要申請這個視訊問證 行使他的立委職權喔 那當然根據我們的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的第二條喔 他可能沒有辦法完成報道 可是目前為止 他現在進去監獄的時候 他現在仍然是立法委員 而且2月1號已經完成報道喔 那如果他申請在監獄裡面啦 來質詢的話 請問一下 根據我們矯正署 或是根據我們花蓮監獄的相關規定 他可以申請嗎 第一個 然後如果他要視訊 尤其他可能要視訊呢 他要質詢法務部蔡部長 或是要質詢你自己本人啦 好 那請問一下這個是合法嗎 請教一下蔡政次你怎麼回應這個問題 這個 這個 最主要是 這個判決啊 並沒有此得工錢啊 那麼 還有再來就是說 這樣的一個現象的發生啊 也不是今天才發生 這個我相信啊 這個在十幾年前啊 都有這種權力發生 那麼 我們上一屆有一位 對 都有這種權力發生 為什麼 有這種案例發生 到了今天 法規還缺爐 那麼這個東西 我是覺得說國人啊 大家 每個領域 每個部門啊 都要去檢討 那麼再來 立法委員 入監 可否執行啊 也就是說這些事項啊 那麼在我們的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裡面沒有規定 那麼 但是啊 地方制度法 79條啊 針對地方民代經判刑者 得解除其職權 但是 我們立法委員職權行使法 沒有這樣的規定 那麼依照建議行刑法 受刑人 得發說 發說書信 書信 但他所發的書信 是不是有行使職權的法定效力 這個我們矯正機關啊 是沒有這個職權去認定的 那麼所以啊 我大概簡要的 就我所知 跟委員報告 說容人 不是想 做什麼 就得做什麼 尤其在第四集啊 他的發信 發說書信 當然可以 但是他一個禮拜 才可以發一次啊 那麼這種 要書面質詢啊 這個要搜集資料 但是說容人啊 在 在 在建議啊 或看守所啊 他要搜集資料 都有很大的困難 所以 他的 書面的一個質詢啊 那麼到底 他的法定效率落合啊 那麼我覺得這個是應該將來啊 要我們 大院啊 要有一個 有一個 規定 那麼至於 視訊那是更麻煩了 再一個視訊的規定啊 因為發說書信啊 其實這個 都要經過這個 監獄的一個審查 那麼視訊當然也是一樣啊 那麼在那個機制啊 到底怎麼樣啊 我覺得 這個不是我們說了什麼 算什麼 因為現在法規就是沒有規定 那麼至於他 要視訊 那到底 實際上 要如何去執行啊 這個我認為 是不是 是不是 以由我們大院啊 去在這個 立法院之前行使的 這個 法規裡面去詳細規範啊 好 謝謝政次喔 剛剛你有特別提到 就是根據立法院的職權行使法 地方制度法 看起來 其實沒有辦法規範到 這一次的 立委 因為立委不是屬於地方民代 那所以在立法院的職權行使法的話 我們立法院可能在 這個一定的時間內 要趕快來檢討一下 他到底有沒有可以 視訊質詢 然後可以遠距來報導 然後他可以隔空參加表決 因為我們前一陣子 因為疫情的關係啊 我們很多委員會 還特別說是遠距啊 來處理這個視訊的 而大家也都是操演過一遍 那現在會不會利用這樣子的 這個空隙呢 然後變成是視訊來質詢 我覺得這樣不太好 因為國人的期待 並不是認為說 立法委員關進去 只是因為行動不方便 然後他可以百分之百的執行 所有的立法委員 應該有的這個權利 甚至可以代職代薪 這個恐怕呢 跟國人的這個 對於這個司法上面的判決 上面的感情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立法院有這個檢討的空間 那我也希望 這個法務部所屬下面的 包括矯正機關 或是收人機關 到底它的權限是什麼 可以再做進一步的檢討 不要認為說 碰到立法委員的時候呢 就很多 就是 因人設事 或是有權貴介入的 這個傾向 好嗎 我想跟委員報告 這個國人都是睜大眼睛 我們現在看這個事情 當然 這是我們非常在乎的 矯正機關 在針對這一件 這麼敏感的事情 我相信 矯正機關 他們也已經 做明確的表示 所有的一切都要照正常程序 正常的規定 那絕對不會因為它是什麼樣的身份 就是特殊的待遇 希望是這樣子 因為這個刑期呢 是兩年十個月 兩年十個月 如果沒有任何其他的減刑的話呢 他出來的時候 仍然是立法委員 因為我們這一屆的立法委員還在 這個 我們是到2024年嘛 這個案件喔 他的案件是符合定刑 也就是說 他判的刑度啊 那麼就是他執行的 要在兩年十個月以上 四年以下 但是因為他以前 他就已經執行過一部分的刑期 所以他 他如果依照目前的規定 出議的時候 他還是在那個 他的那個 擔任立法委員的期間 除非我們有改變立法委員的 本身的這個職權 或是行使 這個恐怕要請這個蔡政次再多 能夠檢討一下這個好嗎 要不然國人的期待會落空 好謝謝 那另外我來請教一下 人事情政總處 這個蘇俊榮副人事長 我們520的時候呢 其實有看到那個 蔡英文總統 他在發表他的520演講的時候 特別提到一個 未來我們國家發展的六大這個戰略 產業裡面有提到 有一部分呢 就是要加強數位產業的部分 那其實我們也看到 他有特別提到 要成立一個數位發展部 我不曉得 人事行政總處 是不是曾經有收到這樣的訊息 要做這樣的規劃 我想請教一下 在上一屆 上一屆就是蔡英文總統的時代 其實行政院要做這個組織的修正的時候 我們當時要把這個 包括環保署 要成立環資部 那經濟部呢 要變成經濟能源部 這幾個部會呢 到目前為止 我們還沒有完成整體的組織修正 那現在要加入一個數位發展部 我不曉得這個副人事長 知不知道 好 謝謝委員 我想這個分兩個部分來講 在既有了行政院的一個組織裡面 還沒有完成主改的部分 大概有五個部位 對 存如委員所提的 對 另外有一個準備要新成立的叫數位發展部 但現在基本上它會有兩個方向 一個是科技部 它的一個轉型 這是一個議題 另外一個是數位發展部 那這些數位發展部 它的範圍到底是含哪些 目前我們人總 已經積極在做一些基礎的分析 部人事長 我請教一下 數位發展部有可能是這樣的 第一個 可能跟科技部 一起做這個職權上面的 這個稍微分工 但是呢 可能也有牽涉到NCC 也有可能牽涉到一部分是交通部 也有可能牽涉到一部分是教育部 所以呢到目前為止呢 這個所謂的數位發展部 到底是屬於行政院的一級機關 還是二級機關 還是成立數位發展委員會 或者只是一個任務編組的匯報方式 目前人事行政總處的規劃方向到底在哪裡 知不知道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一定不會是一個任務編組 它一定是一個二級機關 那是會用委員會的方式或者部的方式 目前還有討論的空間 對我們還在討論 大概會朝部的方向來努力 好 那我們一起來努力好嗎 因為我有一個臨時提案 希望人事行政總處呢 可以邀集部分的這個機關啊 可以再討論一下 那同時對於這個原額的管制 也是人事行政總處在處理的嗎 OK 那所以這個原額的管制的部分呢 我就要跳下來 在我們上個禮拜啊 這個禮拜在談了有關檢察官的部分 那個人事行政總處可能知道 那個法務部常常在講說這個 有關這個負責原額評鑑的部分 檢察官在109年的預算原額是1409人 到目前為止只有1357人 那人事行政總處如何協助法務部 把這個檢察官的人來補齊 你有沒有其他的意見 我就不詢問法務部了 因為我們前兩次都知道我們的發展方向 還有知道要修法的方向 來 仁總 那個謝謝委員 事實上喔 過去這那個12年來 我們給檢察機關的這些檢察官的總人數 大概有512位 那我們也也再去了解 那這些檢察官很多都是借掉出去啦 沒有啦 但是他們說的是招不滿啦 招不滿 借掉到哪裡去呢 就是政風處處長出貨 他們就是檢察官去檢查嘛 是這樣嗎 沒有啦 有幾個沒法是這樣啊 但是他們現在還不夠啊 他們現在那個案件比例非常高 越來越惡化呢 影響到我們整個檢察官的這個品質呢 那是來源的問題 他們法務部一定要提簽嘛 去到科宣部 對外招考 招考完以後 他也會有一個訓練集成 所以從 需求的提出 到那個 嚴格的補充 大概需要 大概最快要三年啦 這樣喔 那個 那這樣子的部分的話 可能就是法務部還有一些 要討論的空間是 我來問一下蔡正次好嗎 他們說的怎麼跟前兩天 我們昨天都不一樣 來 不是檢察官喜歡外調或借調到其他的單位去 我想委員也深知喔 很多特殊的這個領域裡面啊 是檢察官他有辦法去處理 那至於說未來他整個這個部分 如果該單位啊 比如說以其他的單位 將來他自己有辦法提出自己的指管人權的話 那到時候再來檢討 那事實上我們目前來講 檢察人力啊 跟我們預算的這個這個 這個嚴格沒有辦法一致啊 有很多的的的因素 有一個我也希望大院能夠考量啊 以現在來講啊 檢察法務部啊 也就是檢察機關啊 我們的這個 預算啊 編制啊 跟司法院 來講已經有 以重以輕的這個現象 所以現在啊 很多法務部的這些 檢察官啊 那每一年都有一定數量的流失 也就是說是 以前我們在院部啊 其實我們從司法院調到轉任 要轉任法務部的啊 跟法務部想轉任這個司法院啊 其實人數是均衡的 但現在顯現啊 有一個法官啊 他願意轉任到我們的法務部來 所以我們每一年都有幾十個檢察官 就這樣子 到法院去 所以這個原理就是這樣 我們要從 檢察官或包括大院現在在審議的檢察事務官啊 來再 徵求這樣的一個 檢察官的人才啊 這個都 不是說啊 想要就要 因為有些就是數值上面 我們要 像我們 昨天才剛 剛審議啊 十幾個那個 律師想要轉任的 所以我們也很想透過 很多的管道啊 來補 補足 但是這個都需要時間了 謝謝 好 好 那我希望那個 法務部可以多跟我們的人事行政總處那邊 希望請求比較多的協助 當然一部分來自司法院 因為這個我們也希望檢察官的品質是夠好的 可以為國家所用 這是人民的福氣 好嗎 謝謝 好 謝謝劉師範委員 在邀請正立委員發言之前 主席在這邊說明一下 委員會的議程是大家的議程 那委員會也有兩位招委 一位是國民黨 一位是民進黨 我想大家都會竭盡所能把各部會或者各委員 大家關注的議程排入 那像如果說像中嘉賓委員 本來他的提案是沒有經過復議期 那他非常的積極 他去請黨團簽了不復議 所以我們也可以如期的排進來 那因為這個有關於監護處分 還有相關的一些行事訴訟的作為 是這屆這個會期大家很關注的 我們也希望說 可以在最後的會期再做一點討論 好 那我以上的說明就到這裡 接下來我們請鄭立文委員發言 謝謝主席 那首先還是請教法務部次長 今天是次長來 那因為部長前天來我們委員會 那他的發言引起非常重大的一個爭議 那我認為他是很嚴重的失言 雖然今天部長沒有來 不過我覺得像這樣一個事情 攸關今天法務部的一個立場 那次長呢 我認為還是今天應該可以借這個委員會的機會 對外是不是應該要澄清一下 部長引起爭議的說法 那最主要呢 就是因為呢 貴部的這個部徽喔 被非法務部的一般的人喔 拿去濫用或者是盜用 那這因為已經不是第一次發生的 去年底的時候喔 我們看到左邊這一張紅色的是這一次發生的 那右邊這一張藍色的很大的一個法務部的部徽喔 是去年底發生的喔 所以當然還有其他部會也曾經有過類似的情形 那比較嚴重的是在因為跟防疫有關的 甚至於被處罰了喔 那法務部這已經不是第一次發生這個事情喔 那部長呢 似乎在整個質詢答詢的過程當中 並不以為意 而且說可以原諒 主要是可以原諒這句話 引起大家很高度的爭議喔 因為如果說是一個違法的行為 像這種 盜用或不法的使用 法務部的部徽喔 他很可能就已經觸犯了刑法 關於偽造文書啊 或者是偽造供應啊 等等相關的法條 那因為這件事情也有人去檢舉了 甚至於基層檢察官呢 也開始在偵辦 那對於像這種第一個個案的部分喔 部長居然就是也不問原委就是說 喔因為他已經把部徽拿掉了 所以呢就可以原諒 就好像小偷偷的東西 我把東西還了以後 是不是就可以原諒不追究了呢 那這樣子基層的檢察官 到底還要不要辦案呢 部長這樣是不是不當的 有一點對於個案表達立場 影響檢察官的辦案 這是一個非常不當的一個行為 那另外更嚴重的是說 那難道以後大家盜用法務部的部徽 然後到時候 如果被法務部發現的時候 拿下來就沒事了 這不是很荒謬嗎 這不是非常非常的離譜嗎 所以次長 部長今天沒有來啊 你要不要代表法務部在這邊 嚴正的重新澄清你們法務部的立場 到底是 只要隨便法務部的部徽隨便大家用 只要呢被發現的拿下來就好了 還是法務部的部徽是不可以這樣子隨便拿去濫用的 這個次長你是不是應該要好好的嚴正一下 證一下視聽啊 關正一下視聽 感謝政府委員 會基於他對法的一個認知啊 那麼他會秉公 來處理 會給委員一個交代 那麼每一個人在表示 都是又有一些言語的一些概念啊 或許會有一些啊 不完全一致的 那麼我們在個人的認知上面啊 我在今天我也沒有資格 我說去幫任何人去澄清 但是我今天在這裡 這個被詢啊 那麼我認為 鄭委員他提到了這個事情啊 那麼如果任何有涉及到 這個犯罪刑事犯罪呢 我們都一定 這個要積極來偵辦 那麼不能有任何的一些行政指導的現象發生 是我想就是說這個是一個很嚴正的一個問題啊 不能夠因為 他這次我 所以我把它定位成 其實我也很寬容了啦 我把它定位成它是嚴重的失言啊 但失言沒有關係 要出來正式的澄清啊 那接下來要繼續請教我們次長喔 這是我接到了 我們這個接到最新的檢舉喔 我先請教一下次長喔 是不是所有的選舉都有會選的可能 包括罷免的這種選舉 呃我想委員也選舉過啦齁 嗯 我沒有選舉過 我比較沒有那種介質 所以說像類似罷免這種選舉活動 也會有會選的可能嗎 對不對 如果有會選也是要辦嘛 對不對 委員我跟委員一樣 我們 我們對於社會的現象啊 任何一個現象 可能性都會有啦 可能性都會有 是啊 所以就是說雖然他是罷免投票 也是有會選的可能 那如果有會選的證據也是要辦嘛 對不對 嗯 那我現在就跟您檢舉啊 這是我們 拿到的在高雄基層的選舉 送這個現在的這個 抗菌噴霧的這個 呃 等於是乾洗手的護手防霧 現在很因為抗疫期間嘛 大家很 很喜歡送這種東西嘛 送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它的成本 它的這個價格 市價是超過30塊的 然後他在送這個的時候 附上了一個同意罷免的傳單 這樣是不是就已經構成了會選 這樣有沒有構成會選 欸跟委員報告齁 其實所謂的30元以上 這個是法務部在歷年啦 那麼對於有關草草會選裡面啦 它是一個一個標準 但不是絕對的標準喔 不是絕對的 所以只要送東西就算 欸 送東西 好那沒關係 那你告訴我 那這樣子你告訴我 像送這樣的東西 附上一個傳單 非常具體的 要你投什麼樣的票嘛 對不對 那這樣算不算 夠不夠成會選 第一個 這個東西啊 我們拿到了 我在實務的經驗裡面 一個這個東西 我們外面所看到的 看起來有一支 看起來很漂亮的筆啊 但是我担任檢察官的時候 我曾經去到實際 這個批發或者是說 他這個制度 所以你們要研究 這個東西的價值是多少 現在跟委員建議就是說 你把這個檢證 看是誰發的 直接就向高雄地檢署 因為剩下也沒多久時間了嘛 真的有確實有會選的行程 這是最符合時效的 因為在這邊 我講什麼 等一下 又是有什麼行政指導 這個直接向高雄地檢 如果說委員很工忙 那你把這個東西揮後給我們 我待會就跟你 我們就 這個價值現在外面工廠的價值 不是市價 這要130 不是30塊 是130 這非常 因為委員也是非常的強調說 我們不要在這裡做行政指導 所以我會把委員今天質詢的 完全的 嚴峰不動的 就 轉給檢察師 看他要怎麼處理 那就請你們要積極偵辦 是的 這已經是非常明確了 送一個價值130的 這個 酒精噴霧乾洗手 然後呢 再附上 同意罷免的傳單 這已經是最正確鑿了 那我覺得如果說是這樣子的話 那真的 對於台灣的民主 對於台灣的選風 是一個非常負面 非常惡劣的一個示範 那請法務部在這裡 不要再有顏色了 一定要積極的爭辦 好接下來我想要請教那個次長 就是說在520之後 法務部的這個新聞稿 其實我也跟這個 剛剛劉委員一樣 對於數位國家化的這個方針 是非常支持跟關切的 那他剛剛是問了行政總處 我是想要請教法務部的部分 就法務部的數位國家 那法務部現在的做法呢 有7樣 7大樣 那這中間呢 我看了一下 我覺得 這實在是 讓我們覺得有一點 譬如說像帝斯一樣 有一點匪夷所思啦 就是 我們很支持 我們整個國家 都應該要 數位化 AI化 但是你看 譬如說就第四樣 是由連政署負責 負責什麼呢 負責密碼 破解科學 辦案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他要來建立一個說謊行為的資料庫 但是呢 他這個計畫 你們這個貴大計畫 只有一年 這一年裡頭 只有30個到40多個樣本 這AI怎麼學習 他不是3萬個到4萬個 他是30個到40個 因為 這放在連政署就是很奇怪 因為連政署 他基本上是貪污 嘛 那台灣哪來這麼多的貪污犯 而且他為什麼放在連政署 然後這個計畫這麼的小 我們現在連測謊都不能夠當作法定的證據了不是嗎 那你這種AI學習 他的學習是說 他就來分析說 這種有貪污的人 他會有什麼樣說謊的徵兆 講話的語氣啊 連播的表情啊 問題是說他現在才發表了學術論文一篇 我剛剛講了 他只有三四十個樣本 這根本就不可能成立的一個研究啊 然後你要 你們還送人到國外去學習測謊 那跟你們這個AI的計畫其實也沒有關係 那我的意思是說你這個 測謊 第一個 他本身爭議就很高 那他也要根據 這一般的全面性的測謊 你們又只挑 你們又只挑貪污犯 然後貪污犯人數又這麼好 這麼少才三四十個 這個研究案 註定不會成的嘛 是不是請您的次長 所以要請委員多支持齁 其實連政署的業務多端齁 因為我是監督連政署的齁 那如果委員有興趣 我們可以請委員來參觀 那至於就是說 那個有關他這樣的一個樣本 還是一些那個 敷衍不夠 我們以後還是請委員多多指教 因為 我是監督說這是一個國家很重要的政策 我們也很支持 但是你們好像找不出來什麼東西可以做 硬塞一個這個案子在連政署裡面 啊這根本就不 這就是一塊就不可能 所以我們非常感謝委員能夠提供方向 因為這個東西反正都是國家 是我們共同的吧 那不管任何委員提出來 我們都會想 那我把這個提供給我們的次長齁 請次長一定要勿忘勿重 好謝謝鄭麗文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賴湘玲委員發言 好謝謝主席 我想今天再審幾個這個刑事相關的法規 特別是在 月初我們看到這個嘉義殺警案 造成的一些社會的震撼 那對於這樣的一個精神疾患的被告 他在這個一審 用無罪的形式上面呢 讓社會認為說 是不是這樣的精神疾患 在犯罪之後呢 就是好像沒有法可以做處理 那我當時在5月6號 我有在這個地方 也質詢過法務部跟衛福部 當時部長 兩位部長都聲稱 我們要儘快籌設這個 司法精神病院 那我想這樣的一個決心 放回今天修法裡面 這個中委員的版本 我認為有相同的問題 一直還未解 就是說到底我們有適當安置的這個處所 或者是司法精神病院 到目前為止 我不確定兩個部的共識到現在進行的狀況是如何了 所以我想先救教之前的部分 那現在衛福部次長跟法務部次長都在 兩部最近開這個司法精神病院的會議是何時 那目前的進度是如何 請哪一位說明 你是優先 二部來次長 是 先說次 跟委員報告 因為當初兩個部部長有這樣的共識 所以目前的進度是我們上個禮拜 才跟我們部長做一個專業性的報告 叫做他成立個司法精神病院 裡面他的編制適當的場所可能在哪裡 我們才跟部長做個報告 那我想我們會對這個專業裡面的能力 或者結果你們兩個單位怎麼合作 我們部裡面先做內部的一個討論 之後會再跟法務部再進一步去做研究 所以主責現在還是衛福部嗎 沒有兩個單位各自有主責的部分 但是我們就專業的部分 我們就先做我們專業能夠處理 我們先處理 好 那請次長 我想我跟委員報告 國家是共同的 我們絕對不要去分說衛福部主責 或是法務部主責 就是共同主責 所以從5月28號 就是由我們法務部 陳正吳次長他主持 他也會同我們衛福部 5月28號 就是今天 會共同的會議 對 就是這個議題 我們會積極的來接請 因為兩部已經有高度的共識 所以再接著下來就是一些 一些技術上的細節 所以會往一個專責的這個 精神病院的籌設 還是會跟這個其他的體系 包括社區聯防等等的做一個體制 委員如果說在這方面有很多寶貴意見 就請委員提出來 可以在這個召開的會議裡面 都一併來審議 好 那這樣第二個就是涉及到修法的問題 當時蔡部長也說 你們這個檢察師的檢察官 一直在加班 要研議這個刑法87條 第三項的這個借會處分的修正 那現在修法的進度又是如何 我們這個在大院 我們在委員會裡面 我們會議會開會的一天之後 我們馬上就已經心懷研修會 我們就已經研修了 研修了就是說 未來對於這個七成 比如說五年之後 那就是說像剛剛委員有指教的 他沒有好 他就不可能放他出去 所以他在地緣的次數是不設限的 所以你確實有修正版本的規劃 有 已經有 因為這個是尋這個程序 我們研修會 你訂以後 我們就會送行政院 我們還甚至於就是要跟司法院再會選 那確實我想本來今天的議程是有排 刑法87條的部分 那現在如果說今天沒有談到這個相關的部分 但確實你們法務部或跟司法院會選之後 有一個新的版本 我覺得也是比較完整 那為什麼要這樣提 那就是先回到今天我們那個中委員 他特別在你們相關的條文還沒有出來之前 今天他是新增這個條文 那我也看了一下司法院跟法務部 你們兩邊的意見又不甚相同 那以法務部來講是勝表贊同 但司法院又覺得跟現有的一些保安處分 或者積壓的部分好像有一些漢格 所以您是不是覺得說在現有的機制裡面 如果說加上以精神病院的 司法精神病院的設置或暫時安置處分這件事情 在現有你們的這個相關刑事訴訟 或者是這個保安處分裡面 會有難以執行的地方 報告委員 那本院呢 認為整個社會安全防護網的漏洞呢 目前在司法院主責的刑事訴訟法這一部分 我們要把它補上的一塊 是有關判決或確定權的這一塊 那這一塊呢 那其實今天原來要審議的那個 稍微的那個議案裡面是有提出來的 301條這一部分 那刑事訴訟法主責大概這一塊 那另外有一個安全網的防護漏洞是在於 五年之後的能不能延長這一塊 那這一塊因為涉及是實體法 就剛才委員有關心的87條的這一部分 那這一部分如果法務部這邊 主責的機關有做修法之後 那我們刑事訴訟法也要做相關的修正 所以這邊要先出來 所以刑事上應該先修87條 再修301條 301條 之後再是121中委員的補充性的條文 那才能夠讓這個整個體制裡面的 每一個環節的漏洞被補起來 大概你們的意思是這樣子 報告委員 那中委員這一部分 他要新增暫時安置這樣的機制 那本院今天報告的時候也有表達三個意見 那比較要 暫時保留 我看你們的意思是暫時保留 所以我想我們來看一下 我自己也對暫時安置處分 其實剛剛蔡次長提到說是不是有更好的見解 我想大家都希望把一些程序中 不管是審訊階段或者是在看守所的相關階段 發現這樣的一個有可能19條 這個新陳狀況的這個被告 可以即時的給予治療 或者是給予要求預防再犯 所以這兩個軸線大家的觀點想法是不同的體系 如果所以回到以一個這個暫時安置處分來看 如果是在看守所跟在醫療機構 作為一個承接的關係 叫做暫時安置處分的話 是不是整個出發點跟目的性是不同的 那我們是覺得說如果是用看守所階段 他大概就是預防他再犯 可能就是預防他不會造成社會危害 大家心生恐懼狀況可以稍微緩解 但是如果是暫時安置處所是指的是醫療機構 醫療的這個這個體系 那他可能就是界定他預防他發病的狀況 或者是讓他降低他的這個身心的這個一個狀況 所以這兩個我覺得還是要請你們去釐清 再來當然就是跟整體來講 剛講司法精神病院或者是安置處分的處所本身 要用的費用 還有是不是需要介護 那是由主折是衛福部還是從法務部 又完全是不同的體系 所以我是覺得審慎來思考是必要的 那最後還是回歸就是說 大家對於這一次發生的這個殺警案之後的狀況 我也不曉得現在這個正性再犯 目前治療的狀況 不曉得我們有沒有具體的掌握 他個人的醫治狀況 因為他之前是停藥嘛 那這一次之後 是在醫治中還是就是只是在這個羈押 沒有任何的 因為目前來講就是我們檢察官 那麼也上訴嘛 對 那麼這個 提抗告 那麼二審法院他也支持 也是把被告 羈押在監 羈押中 對 那這個正經刑犯在監 那如果說他有一些落合精神狀況 我想我們依照現有的這個建議 行刑的這個機制 那麼他我們應該會進我們目前可以做的 可以努力的方向 我想這就是今天談這個暫時安置處分的精神所在喔 就是不管在哪一個階段 即使我們已經發現他的狀況 然後目前即使看起來是精神狀態穩定 但我們的法官我們的相關檢察官司法人員 有沒有這個精神醫療的專業可以來判斷 此時的這個正性嫌犯他在押中 他要不要去做治療 他該不該送到哪一個體系 再做第二次的這個儲癒 我相信現在的司法人員都沒有這樣專業的訓練喔 所以當時五月六號我的質詢裡面 已經很清楚講到 在整個體系裡面 不管是從社安網到司法的真審階段 之後再鑑定送司法精神機構的 這個整個一條龍裡面 少了相關的這個專業者 所以我是建議這個法務部 或者是衛福部 在你們真的設置司法精神 這個儲癒的體系的這個 這個專案會裡面 把這幾個環節 必須的人力專業 以及一定的預算 能夠整個這個規劃到位 之後再提出你們的修法版本 讓這個各個委員的之間 專業性跟這個 預防的目的性可以確立 那不然我覺得 我們每次在這個地方審法案就是 好像補一個洞 但是它另外一個地方 還是沒有被大家檢視起來 好吧我想我今天質詢也 謝謝中委員提出這樣一個很好的意見 那我們來一起來修法 謝謝主席 好謝謝賴湘玲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中嘉賓委員發言 好謝謝主席 那在場委員先進 列席的政策基本首長官員 會場工作夥伴 媒體基督女士先生 我想今天大家非常關心 以真性嫌犯所顯現出的精神疾患者 或者是像思覺失調者 我先請教一下次長 因為貴部的意見 認為個人所提出的修法方向 是可行的 那我先請教在實務上 目前如果類似像真性嫌犯這種 視覺失調的人 在你們審訊的時候 就發現精神狀態有異 你們會把他跟其他一般的嫌犯羈押在一起嗎 因為依目前來講 我們如果發現這種精神狀態有異 因為檢察官還沒有得到專業鑑定的一個證明之前 那麼在送進去的時候有多種方式 那實務上他很可能是單獨把他關 聽說那時候鄭傑被羈押的時候 其他的嫌疑人都畢之唯恐不及 很怕被他關在一起 沒有錯 因為這個有多種類型 多種類型 好 那在申訊期間 那在受審理期間 到判決之前 你們也都是這樣處理嗎 是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請副廳長了 那如果說在一審判決後 他有要交付責護監護 但是還沒有確定 那這段時間你們怎麼處理 報告委員 這就是 就是我剛才報告的 這是一個 法律上的一個漏洞 是啊 所以我們已經把它演繹好那個條文了 好 那就是說判決 如果判決有要先告肩負的 那可以命他在判 確定前來執行 好來我們來看一下 司法院的意見 我在上面的螢幕秀出來 對於有刑法第十九條第一項或第二項之原因 其情況主任有在犯或危害公共安全之餘 而應付監護之人 法院得本於保安處分執行法第四條第二項第三項 於判決前先以裁定宣告監護 或於偵查中依檢察官申請裁定之 OK好 你們認為目前的保安處分執行法已經足夠了嗎 目前的機制在判決前 不是確定 判決前的部分 那請問一下那就很有趣了 就很有趣了 您對我的草案的這邊我所見的草案的質疑是認為說 我把這個暫時安置跟積壓有別 要把它混在一起 但是積壓有比較嚴謹的程序 我也同意 現在目前是說 暫時安置 如果說用保安處分執行法來說 它並不像積壓那樣有完整的一個規範 對不對我們看這個圖 這裡面在起訴之後 在一審判決二審三審定驗之前 判決前法院認為有緊急必要的時候 可以裁定保安處分 可是保安處分的內容 不像積壓有相關的規定 這也是本席提案所重要的原因 那如果說你們還說你們在第二項來說 只要根據保安處分執行法第四條 第二項第三項就足夠了 還有第五項的規定 那這裡面沒有必要再定臨時安置 那我請要司法院 這是嘉義地院對於火車殺警案的被告 為什麼沒有依照保安處分執行法第四條 宣告監護 為什麼 包括因為那是個案的法官的合議 那你們有去檢討嗎 對 那這部分 因為那個個案還沒有確定 不能去個個案去做檢討 他的個案沒確定 他在一審宣判之後 他沒有根據保安處分執行法 這一條的討款 去給他交戶監護 對不對 那他就已經造成他這個人 沒有交戶監護那怎麼辦 現在他的狀況 所以這一部分就是 見解上的一個問題 是嘛 所以我就說你們 你們認為目前保安處分執行法 已經足夠使用 但是在實務上法官並沒有選擇嘛 他在一審宣判之後 他並沒有同時把他交戶監護嘛 對 所以報告委員 所以這一部分我們已經 已經把它演繹一個 在判決先告 如果判決已經確定 有先告進度的 那我們要修法讓他說 也可以命在確定前來執行 好 確定前來 確定前來執行 就執行他的監護處分 對不對 好 就開始先發動他一審判決的監護處分 那我們來看下面的情況 好 那一審判決的情況你看 來 接下來程序法 目前保安處分程序法當中 他並沒有訂定執行程序 那我們卻在執行法定相關的規範 好 這是在執行法當中規定 我看下一個 目前監護處分 你們現在是這樣子 你們現在呢 這是目前我上次所舉例的 這是德國的情況 再往下看 好 那你說 如果你們並命執行 在一審宣判後 依照一審判決 先並命執行他的監護處分 那如果中局判決 撤銷他的監護處分宣告的時候 已經執行的部分怎麼辦 你了解吧 就是你們的一審 對不對 判決裡面 有要做監護處分嘛 對 那你們就開始交互處分了嘛 對 可是在中局判決後 我把它推翻了 沒有了 取消了 那怎麼辦 就是說你們認為說 讓一審判決當中的監護處分 可以先走 先並行嘛 對不對 但是 沒有在判決確定之前 這個 過程 這個處分 都有可能被推翻嘛 那個 如果 怎麼補他 我自己的機制齁 就是 呃 要 要 要處分 監護處分要有裁定 然後要終止也要有裁定 我的意思是說 那他在這段時間 如果他的中局判決 認為他根本不需要做監護處分 你們在一審所執行的監護處分 怎麼樣去處理 那個 已經發生了 那部分如果已經發生了 那個都是有刑事補償 這方面 你們就是說比較刑事補償嘛 所以我說你們的做法還是會回歸到有這樣的問題啦 所以我就是很好奇的是說 其實現在呢 本席所提出來的修正提案 他其實就是希望 創設一個暫時安置的狀況 那這個暫時安置 並不會跟他最後的重審判決 他不去有受影響啦 當然實際上你們所提出的 他跟積壓技術有別 為什麼放在一起 那他可能對積壓 有那麼詳細的規範 我們也試著 在這個暫時安置的處分當中 也試著做一些規範 避免這暫時安置呢 是慢慢無期 像現在呢 如果NGO你們的保安處分執行法當中 他的期程 他的期限是沒有規定的 所以至少我們把這個地方補起來了嘛 是不是這樣 保安處分執行的部分 當然是法務部這邊的 那剛才我也報告過了 就是現在的漏洞 在於保安處分定 最高只有五年 那五年之後呢 那 依照現在的法律 是不能再繼續 給他處分了 所以是要補這個 可以不可以延長 然後延長幾次這個漏洞 那只要這邊 87條做修正了之後 我們組織的刑事訴訟法 我們就會配合來徵修 來法務部看法怎麼樣 因為目前 我目前本條本席所提出來這個部分 對於 去進行保安處分執行法當中的這個缺漏 我們先創設了一個臨時安置 在草案的一二條之一之二 跟404跟416部分加以補充 你認為對於法務部未來在執行 是不是相較於 對於保安處分執行法當中的 這樣的一個情況 更能夠完善的對於 嫌犯或被處分人有一個比較好的保護 謝謝委員提出這麼好的修法方向 所以本部競表贊同的意思是 根據委員提出的這個方向 那麼我們也考量到 剛剛陳總委員提到 就是說這樣的一個 將來執行的人力介護 因為這涉及到將來還是要有人介護 那地點它在哪裡 那麼在精神病院成立之前 那現在是不是有一個地方可以 那最主要就是說 那最主要就是說 剛剛我們司法院他談到的這個方向 那麼就會有涉及到就是說 判決未確定 你怎麼去執行判決 這個在協理上 這個不是立法的缺弱 是法理的必然 也就是說 我們都是要判決 確定以後才有執行的問題 所以如果能夠有這種暫時安置 而且在實務上 我們這些困難可以克服的話 他就不會有這種法理的干格 所以這個是我們是方向 好 謝謝 謝謝次長的見解 那所以呢 最後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衛福部了 剛剛不管是司法院還是法務部 都認為如果激壓嫌犯 欲有這樣精神上疾患者 那麼司法精神病院是非常的迫切 剛剛賴委員也特別提出來 所以我們關切的不只在法律上 讓他完備 實務上我們能多快的去進行 司法精神病院的一個創立 好 那在人事的原額上 也要請我們這個人事總署這邊 是不是也要趕快的給予這個 司法精神病院 他在原額上的佩服 來 次長 您先回答一下 衛福部對司法精神病院 目前的進度的做法 好 剛剛你報告 因為這案子 確實是方向已經很確定了 兩個部位都共同在討論 那目前我們在司裡面 已經在三個禮拜 先跟我們部長做一個 大概我們認為可能的地點 然後新設是一個全新的 還是在原有的系統裡面 去做一個區域的一個劃分 我們做一個政策上的一個討論 但是還沒有做最後的定案 我想我們會積極的 把後續的部分再處理 包括我們裡面的 所以以後的最後定案 是這個精神 司法精神病院的管轄 隸屬是屬於誰 是不是 我們兩個單位會協商 但是我們先就那個醫療專業 需要的人力配備 我們先做了一個盤子 需要的人力配備 所以這個 就恐怕不要算出 衛福部的機關總員 還是要酸彩水總員 來 副仁市長 酸彩水的員 這條小算上的 這才是關鍵 我跟你說 目前開始 剛法務部 他們進隱屬室 拿幾個 衛福部在合調 對啊 所以說 這條小要掛在什麼 他們兩個說好 要掛到法務部 他們兩個就是說不好 我們一定要支持 沒有啦 你 沒有用到你的壓度 你都要支持 現在是說 要用法務部 我都不慶 所以現在問你的意思是說 有什麼方式改關他們兩個問題嗎 有 有 一種情形 它是說 它是成立公立醫院 部門 新設員 因為公立醫院的職員 它不是我們進 中央機關總員 公立醫院的職員 就沒有受到 它如果走那條 就沒有用到總員 所以說 走公立醫院 就沒有影響到他們兩個 機關的總員 那時候就不用緊張 我沒有聽到 我沒有聽到 所以人事總署已經說了 只要公立醫院的做法 就不會用到你們各自的機關員 那就趕快決定 不要再煞來煞去 我沒有說你煞來煞去 勇於承擔光音手來著 好嗎 跟委員報告 或許 在此之前 曾經 有被大家解讀成那個現象 但是就此之後 這沒有人可以卸責 因為現在兩部的部長 已經講高度共識 所以這個都不是問題 是要順時鐘就對了嗎 來 那個市長 你好像還有話說 一點點時間給他講 好啦 我跟你說 我是那個後面的市長 不好意思 沒有沒有 剛剛那個人事總署章說 我們有點擔心 因為假說 假使用那個醫院東西 不放在總員 他會在醫療基金 那醫療基金那邊有一些困難 不過我想這個是方向正確 我們 三個不會 還好再還好研究 市長你有聽到 他說就算是放在醫院 有醫療基金 醫療有醫療基金的困難 醫療基金上罐 醫療基金上罐 所以人總都已經給你方便了 好啦 所以說這個事情 三個部位 包括人總 包括法務部 包括衛護部 對於司法精神病院 趕快的來成立來籌設 那我們在這個 不管是用暫時安置 還是比較激壓程序 或者這次的司法 我這次本期所提出的法案的創設 就讓人解決 至少在法務部部分 不再需要受到保安主任 執行法當中的缺漏的限制 那如果司法院未來有更完備的立法力 像我們周遭委的法案很完整 那就趕快的呢 一起放進來 我們趕快在本委會來處理 送到給我們院會來做完成立法 好不好 好 謝謝 好 謝謝中嘉賓委員 請中嘉賓委員幫 影席代理主席 好 OK 請 那個周遭村民委員發言 謝謝主席 那今天的議程大概是分了三個部分 那目前第一個有關於人總的這個提案 大概黨團的方向也確定啦 那因為確實是這樣 考試院組織法都已經修正了 我想人生行政總處這個部分 這個確認 還有這個拖延應該也要做一個修正 另外今天排的第二個議程 就是有關於監護處分的問題 那這個問題大概在會期大家都非常的關注 那其實現在的爭點喔 大概有分司法精神病院的設立 大家都是有共識的 而且是積極在處理 那現在就是另外就是說 本席提的刑法87條 有關我們的監護處分 要不要再延長 那延長的話要有什麼樣的要件 那我記得在 在本班公室在草擬這個87條的時候 其實也當時也關注過法務部的意見 那我也參考過部長在媒體上的發言 事實上當時部長的發言好像是認為說 如果情形有必要的話 是可以無限制的延長 那本席的提案是有做一些限縮 我想請教蔡智長 在法務部在這個法案上面的態度 跟看法是怎麼樣 謝謝委員 因為部長他講的 他只是說一個初步的 初步的一個意見 供大家著餐 那這個有關那個次數的問題 還是刑法研修會 他們經過協責專家在一起的 因為之前好像也是有 在當時在討論的時候 我記得兩個禮拜前的時候 法務部也有召開刑法的研修會在討論 是 那目前是有結論嗎 還是會在討論 目前 我們研修會有結論嗎 陳修會陳昌 已經送 已經送行政院了 就基本上五年了 延長一次三年 那不受次數的限制 不受次數 所以是不受次數的限制 所以現在大概這個部分 從司法的角度來看 就是大家在討論說 這個時間上面 要不要受限制 那當然是從精神 或者從醫學方面 我們本席提案之後 我也接到一些相關的 醫生專業上面的一些意見 我在這邊拿出來檢討 就像衛福部嘉南療養院 陳引濟司法精神科主任 李俊宏他認為 除了延長監護處分之外 還需要有其他的配套措施 那有些就認為說 像這樣的一個精神的 這樣的一個病患 他們其實服藥 大概六個月就可以去控制他 那是不是我們要完全的把它排除 讓他不能夠就是完全 然後需要受到 我們現在的處理 將來如果是放到司法精神病院 那當然我們的想像 我們的想像大概是 醫療的處遇比較多 醫療的照顧比較多 不是所謂的這個形式上 我們去給他矯緻的處分 但是這個時間點上 次長你們現在送了 所以你們的時間是沒有任何的限制 我的版本是有做 大概是重罪以上的話 十年以上的話 是三次的限制 這個部分 我來請教一下衛福部那個 看是蘇次長要回答 還是我們心口師師長要回答 就有關於醫學界 醫界的部分的意見 這個部分要不要 監護處分的時間 要不要做一些限制 或者是怎麼樣 我們才能夠對症下藥 怎麼樣才能夠去真正的 來解決這個問題 謝謝委員的關心 其實就像剛剛您提到 那個嘉然療養院 李俊宏主任的意見 其實純粹如果只是醫療 六個月就夠了 其實不需要那麼久 那我們為什麼要保安處分 監護處分 他的目的並不是 只是為了醫療 其實往往是為了公共安全 或者為了 比較偏向矯正的這個概念在裡面 保護的概念在裡面 而不是只是醫療 所以 當我們在考慮這件事情的時候 是要把這個放進去的 那至於說 是不是也無限制延長 我想這個是人權議題 那我想可以請 這個立法助攻們 大家可以思考 委員們思考一下 我們台灣以目前的人權的狀態 適不適合做一個 無限制的 無限期的這樣的一個規定 那 再者其實我們看法認為 重要的 並不只是時間的問題 請說 而是應該要有好的評估分流機制 也就是說 這個個案中間每一年 不管延長或不延長 或者是要離開 都應該有一個評估機制 當然一定要的 是 第二個是 有沒有好的復歸社會的機制 並不是關完出去就變好了 同樣就像監獄的犯人一樣 並不是關完出去 他就 他立刻就更生了 那像在復歸社會的機制 大概募國 德國的刑法是有讓他 這個行為監督這樣的一個規定 是 這個德國的刑法法典裡面 是 就是要求他要定期的 向監督單位報告 然後呢 要求接受介入治療 定期的向醫師心理師這些相關的部門 來報導 那我不曉得說 將來我們的法務部或者司法院 可以在這個部分 能夠做什麼樣的完善的一個措施 來 蔡次長 謝謝委員 我們所謂的不受次數的限制 這聽起來很嚇人 但是跟委員報告 其實基本上 延長必須要法官保留 每一年都要鑑定評估 也就是說 我們除了把這個人 就是說 那個 把他關起來以外 那麼最主要就是說 他 剛剛市長也講到 他除了預防再犯 那麼還有一些矯正保護的一個功能 那麼最主要就是說 我們擔心他出來 還會去違反公共安全 所以每一年都是要有專業的一個評估 然後你要延長要法官 保留財政 我想今天大概是也沒有足夠的時間 或者是議程的安排來逐條討論 但是我想這樣的一個議題 或者是在這個會期裡面發生這樣社會關注的 造成社會很大的一個損害的一個議題 我想不只是刑法87條的問題 也不只是這個本席提的行訴301條 或者是中嘉賓委員提的這個議題 應該還是要完整的來處理 那希望說在社會的這兩個月裡面 那個法務部跟衛福部還有相關的部會 能夠加快腳步 有一個更完整的一個做法跟政策出來 那接下來我想要請教這個衛福部的蘇次長 這邊有一個問題要救教於你 申請社會的救助專戶 是不是要減負強制執行的相關的證明 因為這個在相關的措施裡面就是說 為什麼要讓民眾來向地方政府 申請一個社會救助專戶 因為有時候他的帳戶會 一般的帳戶他會遭扣押 反而違反了救助的目的 但是呢縣市政府呢 在相關的作為上面都要求 需要說他要去切解或者提出證明說 他現在有遭法院的扣押或執行 然後列為警示帳戶這樣子的一個 切解或證明 這個跟我們半個月前在討論 極難救助的部分被查扣的問題 是一樣的 我要請教蘇次長 是不是要要求 要提出這樣的證明或切解書呢 跟委員報告 其實當初的目的是希望說他的錢 救助錢不會被扣押 但是這個程序上 是不是我在細節了解一下 因為我不確定說 在地方執行是不是各有不同的要求 原則上我想不要讓當事人 造成他太大的困難 對 確實現在 所以我們去研究怎麼改善 那希望市長回去再完整的 然後再具體迅速的研究 我現在這邊可以給你的資料就是 台北 高雄 台中 屏東 都以現遭法院扣押或執行列為警示帳戶為要件 但是要求民眾要提出證明文件跟切解書 那他的地方承辦的人他的做法 他是說他依據內政部民國100年10月6號的一個函 還有衛生福利部在109年3月25號一個函 所以呢我現在在這邊 待會我們會後會把詳細的資料提供給你們 那我辦公室也有 之前就有發文給衛福部 我希望就這個部分來檢討 而且確實要達到 民眾要申請急難救助專戶的時候 社會救助專戶的時候 不需要再來提供相關的一些文件來證明 好 我們會整個研究之後再回報辦公室這邊 那另外這個部分也要再跟你們檢討 就是說這個開立社福專戶 部分的縣市目前沒有單一的收件窗口 那我請教次長 你認為需不需要有一個單一的收件窗口 不然老人有一個窗口 身境障礙有一個窗口 中低收跟兒少家暴這些 然後又常常發生退件或不收件的問題 是不是雖然這是縣市的自治啦 但是衛福部這邊可以來請各縣市演你說 比較你們的社福補助收件的方式 就是單一的窗口來處理 好 我想我認同委員的看法 就是行政檢變怎麼來更精進 我們會找地方針對這個程序再做一個檢討 好 那就 那就要求也希望衛福部能夠就這個部分 做一個迅速的行政指導 那要求各縣市在這個部分上面 成立社會救助 社福專戶的部分 能夠有一個單一的收件窗口 好 謝謝次長 好 謝謝周委員 接下來請王婉鈺委員發言 今天想要來就這個 比較更全面的監護的制度的部分來做討論 那因為本來也有要提出這個 修法的主條的討論 那當然是因為目前暫時沒有這樣安排 所以我們先就這個全面的部分來做一個討論和請教 就是說時代力量其實在這個刑法的監護處分也提出了我們的修法版本 那裡面可能有幾個部分在這個機會也跟大家來說明 也希望說來跟法務部來請教說你們的看法是如何 那主要就是來自說現在大部分的人都會覺得說有可能有提高的必要性 但是我們希望說在這個提高年限的必要之前我們應該談的是 我們是不是在這個執行的時候就應該來更積極的來處理 因為過去我們曾經質詢過就是說我們看到監護處分開始執行之後 各個部會和醫院端其實可能沒有一個很好的連結 並不知道他執行之後的這個執行被執行者的這個狀況是不是有進步或是不是有改善 所以我們很希望說在這個執行的部分執行機關應該要來實施這個評鑑和評估 也希望相關的部會能夠一起來檢視他的狀況是否有改善 那第二部分當然還是提到這個執行年限的部分是不是該提高 那我們還是認為說應該要有分流分級的狀況 就是我們只針對最重鎮的部分來做可能有必要的延長性 所以一樣的就是說在這個第四的執行屆滿期間應該要經過一個審慎的評估之後再來考慮這個延長 而不是說只要提出申請就有可能延長我們應該更審視來檢視這個部分 那第三個部分就是一樣剛才提到 剛才其實衛福部有提到說在這個監護處分結束之後 我要回歸到社會或回歸到社區等等的情況下 不是毫無協助的就把它丟回去他的家裡面去 而是說我們應該要來看後續必要的轉嫌的機制 還有必要的實施的做法以及必要的支持是哪些 所以我們會提出來的是在監護處分的結束前的六個月 應該要來做一個討論和後續的處置的部分一起來做處理 那第四個部分當然就是提到說在這個監護處分的部分 如果有其他的醫療的項目或醫療的必要性的時候 這個預算的編列其實是應該要充足的避免導致說 現在有很多醫院端他可能收治了這樣子的這樣子的個案之後 他等於他自己還要留醫院端去來提出這樣的費用 其實是不夠完讚的部分 那但是我們想說就比較多爭議的部分 就是這個延長的期限到底要延長多久 或是是不是該延長來做一個請教 就我們可以看得到說截至目前為止的我們得到的資訊是 就是在這個監護處分的期間大概都是從六個月到五年 其實在不同的情節的情況下 會有不同的年限的儲遇 那我們可以看到2019的預算當初是 兩萬 當初的情況實際的決算部分大概是在九成左右 但是我們想請教說這個現在是以目前五年為限的情況的預算 以及決算書 那未來如果說離法務部的意見是希望能夠不限期限 在這個預算的方面是否有做過整身的評估 那因為剛才提到說會因為現在的個案的類型的不同 延長期間的不同 以及說再犯必要的預防的情況的經費等等都會有不同 那但是因為這裡面其實牽涉到比較多比較細緻 比較需要很多精確的計算的部分 是不是能夠就法務部這邊能夠提出一個比較清楚的預算影響評估 我覺得這樣子在我們帶大家討論的時候可能是一個比較謹慎也比較有負責任的做法 非常謝謝委員 這個是應該的 因為這個牽涉到那延長 那延長之後有一些預算的編列 這個都完全都基礎都變動了 所以這個我們會謹慎評估 所以法務部之前提出建議是說能夠不限上限的部分是已經有計算過了嗎還是不限年限 因為我們這個所謂的不限次數 其實這個當然會牽涉到預算編列的問題 那對相關各部會的一個協調 那麼我們這個所謂的不限次數其實都是要經過法院的保留 就是法官要裁定 那法官在裁定之前當然他要經過一些我們每年的一些精神鑑定評估 作為一個基礎 那所以一樣就是因為他畢竟還是會影響到所謂的預算的部分 然後我們應該要通行的來考慮 那當然 希望法務部這邊能夠盡快的來提出這個預算影響評估 在不同的年限的情況下來設算說可能造成的影響會是什麼 我覺得這樣我們在做這個法案的討論的時候 大家會比較精確的來去交來做處理 是 謝謝 了解 那另外就是說同時我們也認為說除了刑法的修正的必要性之外 我們可能需要同時修正的是保安處分的執行法 因為我們會知道說這個時候在處域的部分在執行的時候 其實會有很多地縣人員的困難以及說個案的情況的不同 以及複雜度等等都會有所不同 所以法務部在這邊是不是有一個明確的修法計畫 我們當然就是說你如果是保安處分的那個這個監護處分的部分 已經修了以後當然接著下來就是執行的這些機制都是要更動 所以這個也是必然的一個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們擔心的是避免脫鉤的情況 我們也希望說這部分應該盡快的同時來提出這個修正 那在這邊先檢要說明一下時代力量提出來修法的部分 就是說這個檢察官和監護處分的機關應該要定期召開這個聯繫的會議 以了解個案的狀況 那以及說在他有其他的醫療的需求的情況下 不應該將這個介護的需求是交由醫院自己來處理 所以應該是用檢察官這邊來協調需要的人力來做處理 那剩下兩個部分我很快的就說過去 還有說剛才提到的這些鑑定評估的部分 都應該在屆滿期間我們再次來做專責的委員會的審查 其實才是比較完整的做法 以及說後續的轉嫌和安置以及追蹤 還有適合的醫療院所或是適合的精神醫療機關等等 都應該來一併來處理 是的一定 我們想這樣才是一個比較完整的部分 因為真的不要只舊年線的部分來做一個討論而已 應該是要整個比較完整的配套來看監護處分怎麼樣 才可以做到最好的保障 是 謝謝 謝謝委員指教 好 謝謝王婉鈺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仲天才委員發言 好 謝謝主席 好 各位委員 好 各位這個官員 好 今天這個來談這個刑事事用法 刑事事用法 這個準備程序 通常這個這是一般的慣例 一般的慣例 這個大家看一下 法官請檢察官陳述起訴的概要 然後檢察官就陳述起訴的概要 法官 對被告告知其犯罪之嫌疑即所犯罪名 降儒起訴出所載 並告知被告下列事項 這個第一個當然就揭摸前 第二個顯然被護人 第三個寫在這裡但是通常都被忽略 得請求調查有利之證據 好 法官問 這個對於上開前一事項是否有了解 這個沒有問題 最重要就是最下面的 法官就問 法官就問 對檢察官起訴之犯罪事實有何意見 是否認罪 好 這個部分 這個事業要檢討的地方 我們來看 接下來看 之所以會這樣子問 我認為可能 所有的案例大概都是這樣 可能是受到刑事實用法 第273條第一項第二款 這個 法院得以第一次審判期日前 行准備程序 信任被告 這個還有代理人或辯護人 對檢察官起訴事實是否為認罪之答辯 是否為認罪之答辯 這個就是問題出在這邊 但是如果我們從這個刑事實用法 第二條開始看 實施刑事實用程序之公務員 當然是包含檢察官法官 對不對 副院長是不是 沒有錯吧 檢察官 對法官都是公務 都是嘛 對那個 就是檢察官有客觀性的義務 有利不利的 刑事實用法第二條 對不對 應注意被告 應以被告有利及不利之情形 應以利注意嘛 好 接下來這個刑事實用法第96條 訓運被告應予以辯明犯罪嫌疑的機會 好 好 刑事實用法第287條 檢察官陳述起訴要指後 審判長應告知被告第95條規定之事項 第95條 這個 剛剛準備程序那個 剛剛看到了 但是對最下面的那個 我再強調一次 得請求調查有利之政績 好 這個部分 一直被副列 然後刑事實用法第288條第一項規定 調查證據應以 第287條程序完畢後行之 好 就剛才那條條文 好 這個 好 好 288條的第二項 第三項 好 這個審判長 就被告被數的事實為訊問者 應以調查證據程序之最後行之 你看 審判長就被告被數事實為訊問者 而不是一開始就問你認不認罪 是否認罪 好 就被告被數事實為訊問者 應該是調查證據之後行之 好 這個 刑事實用法第163條第二項 法院未發現真實 得依值錢調查證據 但以公平正義之為負 或對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係是這樣 法院依依之前要主動調查 好 這個161條的第二項 一樣 這個法院以第一次審判期日前 認為檢察官指出證明方法 顯不足認定被告有成立之犯罪 可能是 應該要補證啊 或是 是不是要裁定撤回 駁回起訴 好 我們看這個行事實用法第269條第一項 檢察官以第一審辯論終結前 發現有 因不起訴或 以不起訴為適當之行 得撤回起訴 這個檢察官的一個責任 好 我們剛 我們現在就談這個 這很清楚的 人民的 人民就認為是這樣 法院收穩 第一個他先收到了檢察官的起訴書 檢察官的起訴書 送了之後 被告看到了起訴書 提出被告的刑事辯護狀 而這個檢察官的起訴書 裡面已經載明代證的事實 他說他是否否認 還要代證事實 然後被告以為無罪的答辯 那為什麼法官還要先直接問被告說 你認不認罪 這是有問題的 這不對的 好 而且 應該怎麼樣呢 法院法官應該要先請 檢察官 因為檢察官是後來看到刑事辯護狀 被告的刑事辯護狀 是在起訴書之後 檢察官對 有沒有對被告有利不利的 你要去了解啊 你要去看啊 所以你應該 檢察官第一個檢察官也要先了解 辯護狀是什麼 他無罪的答辯是什麼 對不對 法官應該先問檢察官 你對被告的辯護狀 有什麼意見 有沒有需要再查的 應該是這樣 先倒過來 另外 人民的感情 人民的感情 人們的感情非常的不好 好 那個 副民事長 報告委員 謝謝委員 多元行事訴訟程序的這個用心 這個研究 那 在一審 無論是一審二審 法官在審判 除了剛才前面要人別信問 要那個 前例的告知以外 沒有問題 第一個問題 你要先確定我這一審的審判範圍 所以一定會先問檢察官的起訴事實 檢察官起訴事實要說出來之後 我們才能確認 那確認之後呢 才會問被告 那為什麼不先問檢察官 為什麼不問檢察官 一定會先問檢察官他的起訴事實 事實問出來之後 才問被告 對檢察官起訴的事實有什麼意見 那 剛才委員提到說 那我們問他是不是認罪 那一個筆錄內容 是 對於檢察官的起訴事實 如果他否認了 那一句話可以不用問了 因為他已經否認了 那 那一句話會問 就是 有可能 以前 因為那個案件實在是太多了 狀況類型也太多了 風議長 你再聽一次 法院是先 法官是先收到了起訴書 法院先收到起訴書 對 然後被告因為這個起訴書 提出了被告的辯護狀 刑事辯護狀 然後法官才又看到 對不對 那檢察官也是後來看到 刑事辯護 被告的刑事辯護狀 那應該先問檢察官 你對這個 因為 剛才我剛講過 檢察官也是公務員 他對被告也要有 有利不利 也要注意 他為什麼不先問 檢察官 你要不要撤回起訴 或是你對這個有沒有意見 這有什麼困難 按照剛才我們念了這個整個原則 整個刑事訴訟法的大原則 是這樣 這會讓人民認為 法院要避免 法院因避免省檢分立 變成省檢合一對付人民 這是人民的感覺是這樣 很多的鄉親到法院之後 告訴我就是這樣 那個 而且 而且 第一個 檢察官有調查前 他前面可能調查的不夠清楚 那現在 被告 被附狀寫得很清楚 清清楚楚 你要先問檢察官說 有沒有當初沒有調查到的 對不對這很合理啊 因為他有調查前 人民沒有調查前 報告委員 在審判是一個三角形 法院是中立的 那控方是檢察官這邊 他是代表被派人這邊 代表國家 人民的感覺是審檢合一 你要若使審檢分立的話 審檢絕對分立 而且審判也一定中立 然後要公正 審判一定要公正 檢察官是代表國家行使追溯權的 那如果有被害人那一方 他在法庭的地位是代表被害人這邊 來行使國家的追溯權 那跟被告這個是三角的關係 那法院是處於中立的 絕對不會跟檢察官這邊 我相信是中立的 但是這樣的程序 這樣的一個問法 就讓人民認為不是 第一步一定要先問起訴者 如果檢察官他要撤毀起訴 他就要主動的講 其實一般的人民搞不清楚 地方法院地方檢察署 法官檢察官是搞不清楚的 所以他就認為兩邊都在對付我 好不好 這個檢討可以嗎 這個本來就是聰明 這有什麼困難 這檢討有什麼困難 檢討有什麼困難 不能檢討 法律都可以修正 今天不是要修法嗎 不能檢討 政天才委員 政委員 我們再請司法院再去跟您說明 我問他要不要檢討 連檢討都不能檢討 這個審檢合一 絕對不會我們審檢絕對分離 我說這個法官訓問的程序 能不能檢討 法官訓問的程序當然可以檢討 我們對於筆錄的 我告訴你 人民的感情就是不對 對不對 這有什麼不行嗎 剛才我認知說 檢討審檢合一 所以我就不方便打 訴訟程序的檢討 或者審理筆錄的檢討 我們當然是可以檢討 來 司長請說 謝謝協助 司法院要不要檢討 這個不是本部的業務 但是我們反省一下 反省一下剛剛委員 其實我在司法事務界30年 我第一次聽到說這樣的方式 會引起人民誤認說 審檢沒有分立是合一 所以其實凡事都是一體兩面 委員指教的是 既然法律規定沒有這個意思 為什麼老百姓會有這種感覺 所以這個就是檢察官 跟法官的態度 這個我們會反省 那麼我跟委員報告就是說 一個被告 法官要問他認不認罪 這個是一體兩面 司長 不好意思 那個 政委員 抱歉 因為你的時間已經過了五分鐘 是不是我們接下來要休息十分鐘 是不是請法務部跟司法院 再跟你說明 好 謝謝 好 謝謝政委員 現在我們休息十分鐘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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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向 得命 其他可行 感谢观看 知道吗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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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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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恩 感谢观看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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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